我們是宇宙人 嗨嗨 周六會直播 早安 看得出來嗎 嘿嘿嘿 我剛剛只是順手開了他就出現了 我周六會開直播 是在暗示高雄的商演會 為什麼直播跟商演有什麼關係 早安呀 晚安呀 晚安呀 欸喔我知道了啦 你是說這首歌是要去高雄是不是 那我當然是在暗示大家要去高雄踩點啊 好不好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高雄踩點 欸 高雄太遠了 啊就去安排一下高雄旅遊啊 是不是 到十月底之前都還有時間了 我都已經偷跑了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抓緊時間去找我啊 要去嗎 到十月底之前都可以去 沒有公佈就不能講 沒有公佈就不能講 但我目前只能告訴大家 我會非常安穩的直播 基本上 現在還沒有公佈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事情 就是我也不知道有誰 但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這次到底有誰 我甚至不知道有這個活動 哈囉 謝謝副 這隻是把眼睛污起來的 沒有我剛把那隻熊貓看成把眼睛污起來的樣子 到底有誰我也不知道啊 沒錯桃園劍桃園劍 老闆這單不是活動組的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對 薛丁格的活動才對的吧 高雄 高雄有兩場是嗎 十月一號跟十月九號 其實 其實我好像 十月一號跟十月九號 是什麼活動 下星期六要直播嗎 很會問耶 大家都很聰明喔 下星期六 是十月八號嘛 我會直播 那十月九號有表定值 去退房間了 現在有辦法免費退嗎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這個問題就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有誰 但是因為甚至不知道有這個活動 但應該不關我的事才對 這活動這麼近 成員是誰應該不是秘密吧 就 這個 六號前登的免費退 你讓我看一下 我很確定的就是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當然我可以看一下 我知不知道有誰 我也不會跟你們講 我只想知道 這個活動我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看看喔 晚安呀 十月十五號有直播嗎 十月十五號 欸 還沒有排到那個禮拜 還沒有排到那個耶 我看看喔 要去高雄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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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當當よ stream 噢 十月九號也沒有啊 好好笑 但是要去的成員應該是知道 好 我看一下 除了高雄晚上不行 我都可以喔 為什麼 高雄早上就可以是嗎 要去高雄 繼續去高雄 10月9號是知道成員的 10月1號我不知道 我看到了 10月9號應該是知道成員 但10月1號我怎麼知道 剛剛頭暈光 可是這幾天沒有特別暈 不是 不是特別暈 這幾天沒有特別熱啊 是中暑嗎 對 我10月1號我不知道 當然我確定的是10月9號是沒有我的 沒錯 10月1號我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是因為我是不知道有我 還是不知道沒我 也不知道有誰 會來的吧 所以 我已經先到高雄了 就是會在那個立板上面站 欸 沒有站只有上半身 我會用我的上半身在高雄一個月 如果很幸運的話 希望我可以跟潘姿怡有一樣的運氣 多一個月也可以 我已經請朋友幫我踩點了 大家要等著吧 雖然我不能用他的照片發 我有一個上半身已經到了 對 我的上半身 欸 我提早了 我這樣都提早了 一個禮拜到欸 對吧 偷跑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還有分靈體 滅滅的生日快快 對 就 這次生日快 我們目前還有勝票 在10月29號 然後跟大家再 再好好的推廣一下 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這次的生日快周邊呢 就是 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我原本很緊張 我們的生日周邊做不出來 然後後來事實證明呢 是有一個欠揍的貼心鬼 她故意企劃了一場 惡整我的行動 就是 她早就已經設計好 這次周邊要送什麼了 然後 但是她死活不跟我說 並且在討論的過程中 態度 呃 就是 讓我以為死定了 就是 感覺她沒有很上心這件事情 殊不知要整我 所以 她 準備好了 她態度惡劣 沒有態度惡劣 她看起來非常不上心 殊不知是因為 她不知道要怎麼撒謊 好的 所以這次呢 這次的生日周邊 是我們吳小輝同學的監製 呃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非常非常喜歡 但我自己很喜歡 對啊 大家在生日會找他派了吧 請在生日會公開報復 那請問大家要 大家要幫我做一道人牆嗎 就先藏好一下那個要砸她派的蛋糕 會不會很脆弱 不會 票剩四張 老闆要再搶一張嗎 我啊 我本人要搶是不是 我本人要為了 我本人要為了周邊再去搶一張 居然只剩四張嗎 欸 是不是 是不是 老闆 會心草面還是很強大的吧 實用型還是觀賞型 實用兼具觀賞功能 呃 但 這觀賞一體兩面 很猛欸 是不是 啊 但是要看喔 謝謝玉安的親生 我也想去親生 雖然我不喜歡吃蘋果 就是 呃 主持沒意外的話 應該不會請主持 沒有 因為我們去年是沒有邀請主持的 欸 去年有邀請主持 去年有 去年是一家 然後前年的話 是沒邀請主持 對 去年是邀請一家 然後去年是沒有 沒有邀請 主持 但今年有可能應該不會邀請主持 我知道有邀請一家 我知道有邀請一家 等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去年有一家 我有記得 一石嘴匹 沒有記錯啦 去年是一家 然後前年是沒有嘛 對不對 我沒有 我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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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現階段是打算不請主持 但是因為 還不確定 無期會有身體狀況 如果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請的 但是 如果 會請的話 我應該會事先 跟你們講是誰來 對 今年 原本預計沒有 但是大家也知道 最近無期會身體不太好 所以 呃 我們原本預計 是兩個人玩得很開心 但是如果他狀態 不夠好的話 應該會邀請主持人 可是如果 確定有邀請主持人 我會先講 就是 應該不會讓你們現場 突然 蛤 居然 有別的 有別的成員 對 應該是不會讓大家 有這麼shock的狀況出現 沒錯 請他多修養好嗎 希望到 10月29號的時候 會看到非常健健康康 不一定能活蹦爛跳 但健健康康的無期會 又有人要走心 唉 這個 我是覺得啦 本來 好 我不多說什麼 但我覺得 這其實明明就是 就是 一個 因為沒有規則 而造成大家 就是 因為沒有規則 導致大家 就是各做各的 然後 然後讓接收者覺得 很 唉 怎麼會其中一個這樣做 其中一個這樣做 所以 是 我覺得完全是 規 規則的問題 嗯 今天 瀑 劉海有點膨 對我剛把髮捲拿下來 我剛在用髮捲 哈哈 因為我今天沒有用離子夾 A場的票還剩四張 唉 但是 我不知道這次 有很多重複買票的人嗎 就我想說 我想 盡 盡我所能的 讓多一點觀眾到現場 那 但 我不知道 我自己有沒有這個實力 可以讓 更多人到現場 但就是盡量 希望可以 讓更多的人可以參與到 啊 對對對 對啊 我就是在說你那句話啊 就是 臨時主持人是會有人走心的 你大概買了一百張喔 等烏諾喔 一個人坐一百個位置 君哥慢了 重複買票的話 還是會找人進場 真的喔 可是之前就有空位的問題 不是嗎 你想要推廣票嗎 我想說 喔 都有找到人去了 好吧 謝謝 謝謝大家 你生日會A會努力收票的 不用收票啊 還沒賣完呢 可以 可以推廣我入場 可以推廣我入場 5AM是 是米粉嗎 今天突然進來 特別在推廣 Mina 可以推廣我的訂單變號 是什麼意思 沒錯 生日會 今天 今天開賣 對 今天開賣 但目前還剩下4張 總共有140個人可以入場 然後這一次呢 呃 現階段呢 我們的 我們這樣算起來 就是周邊 這個周邊呢 我覺得已經蠻厲害的 但 就還是因人而異啦 可能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然後 這次呢 有 是有主題性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啊 他推廣奇怪怪 對 我知道Mina在 我知道Mina在直播啊 可以找三騎去觀摩嗎 呃 我覺得 你可以找啊 但是人家 畢竟都已經公布 是三騎生了 你去失聯人家 你會出事喔 而且人家才不會 傻傻的回你呢 啊 好收藏嗎 好收藏 是可以收藏的 呃 其他不能透露 就是 就是主題相關不能透露 你們要符合主題嗎 沒關係 我不介意 哈哈哈哈 合照會才會介意 你們穿什麼符不符合主題 如果生日婚應該還好吧 方便帶出門嗎 好了 不想再回答了 但是挺方便帶出門的 方便藏起來嗎 某種程度上 算是 可以不用藏的東西 你喜歡我就喜歡 你不喜歡我也喜歡 只要是你都喜歡 因為喜歡你 喔那我很喜歡你的話 那你也喜歡你自己嗎 你是不是俱戀狂 方便拿來丟人嗎 某種程度上算方便 唉呦 我剛才說 流行 不要這樣想 總有機會的 你慢慢來 只要你有想來的話 都有機會 如果到時候真的沒有票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問問看 真的真的真的 你沒有不用藏的 嗯 我覺得某種方便上應該不用藏 因為看不出來 有重量 有重量 所有東西都有重量吧 在問什麼 所有東西都有重量吧 沒錯 因為喜歡自己才能喜歡別人呢 哈囉 保溫杯有點太重 保溫杯 我列入就是 所有送人的禮物裡面 可以說是 最糟糕的一個品項 所以 應該是不會主動送保溫杯 一公斤的棉花 跟一公斤的鐵 哪個比較重 我覺得一公斤的烏諾比較重 好吧 有質量 有有有有有 有達成質量手痕喔 他製作的東西 跟製作出來的東西 應該是同樣重量 保溫杯跟馬克杯嗎 嗯 我應該會選 很好看的馬克杯 或者是 如果都沒有 都沒有設計的話 我會選 保溫杯 因為保溫杯 我不喜歡水裡面 飄東西進去 嚴格來說 至少保溫杯可以有蓋子 馬克杯的話 通常很多那種 很有設計感的 如果你硬要送的話 我覺得 收到的人勉強 還是會開心 把 都在追團拍 所以有可能會盡量參加活動 好 小薰 我還是要很重要的吧 記得把我的順位往前排一點喔 你們講話講很久 就可以拍照久一點吧 我們講 對 是的呢 如果我們講話講很久的話 但是我跟你說 欸 剩三張了 該不會直播推銷是非常有用的吧 天啊 燈光的話可能有點不能控制 有什麼比較好的想法嗎 嗯 就是我跟你們說 就生日會我覺得 從以前到現在 最困難的 應該就是 許願這個環節了 因為 老實說 就 就 我每年的願望情一成不變 欸 你們有聽過目前最有驚人的許願嗎 就是例如許得最好的 我不外乎 近年來都是 就是希望我全家可以健健康康 然後 平安順利 賺大家錢 然後 接下來說 應該 接下來就是什麼 喔 接下來就是希望在團體裡面 能夠 就是這個團體可以發光發熱 讓更多人看見 然後就是 就是周詞 基本上都是這樣 我兩個就是這樣解說 喔 我沒有 我沒有許願過世界和平 但是我只有許過就是希望所有 我身邊的人都可以健康平安 我覺得我願望的 我的願望的能量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世界和平這種程度 但我只希望我身邊的人都可以非常健康平安就好 希望今年可以順利去六百萬 這是一個很棒的願望 這是一個很棒的願望喔 對 今年可以許願 吳祺慧身體健康 她真的很需要身體健康 我覺得 她進團體之後 身體是有一點點不太好 這個先不要聊吧 把願望後補講完 下個月就沒有了 沒有辦法可以說了 怎麼辦 許願跟吳同學 欸 我跟你說 說不定吳同學會比我早去高雄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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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有那個機會的話 她比我早去吧 對不對 還是晚 就那個差不多的時間啊 好生氣喔 如果 如果她有這個機會 有順利的話 她比我早去高雄欸 天哪 天哪 我要好好 但是我去高雄我有地方住 如果 如果她也要 她也要去高雄的話 如果我也有空 我會想跟 我想去高雄玩 早吧 你沒有工作需求 我是想要去高雄啊 你去高雄也有地方住 那你來台北有沒有 對啊 我們認識同一個人 所以 如果她要去高雄的話 我就 可以跟她說 嗯 你要不要省一筆錢啊 有沒有考慮 去租我朋友家啊 欸 再怎麼說 什麼生一張票啊 請問一下 現場在直播的大家 是有重複瘋狂的買票是嗎 面面這次有到高雄嗎 欸 我的那個 我到高雄會 會站在那裡 一個月 如果不是說 站在那裡一個月的話 那應該是沒有我 可是我現在人 已經在高雄站一個月了 我正準備 就是我那個公期 其實還沒到 但我已經先預備好了 上面有打 生日會燈光的建議 你看能不能建議一下公司 我看一下喔 她肯定比我早吧 嗯 可是她去了的話 我這樣子要跟她一起殺回來喔 還是我明天就去 她至少要去開幕吧 這樣拍照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架的燈是公司的 那就左右都架一個燈控 把上面有顏色的光都關掉 架的燈是公司的 上面的 上面的Spa Line 應該是現場 我不知道左右的燈 應該是借來的 玩瘦了 怎麼這麼突然 自首一下 自首一下 那個我想知道就是 沒有買重複票 然後剛剛直播的狀況下去買票的人 可不可以自首一下 有沒有 EU EU 我跟你說 你這樣子有買到今年的生日T了吧 好開心喔 我買一張 沒重複喔 所以POSE是剛剛直播的時候買的嗎 好 沒有 沒有 應該有吧 欸 剛好在直播的時候玩瘦 應該是因為直播的關係吧 吧 是吧 絕對是了吧 可是左右本來就有燈了 對啊 我記得 嗯 老實說我覺得應該都是場地的燈 因為我記得生日會好像沒有 沒有租建什麼太高級的器具 因為這樣子每次過去有點麻煩 左右都架一個 左右已經有架燈了是嗎 老實說我已經沒什麼印象身份 因為 啊對 因為這次後台呢 我之前雖然當過一次後台的主持 可是 太緊張了 我們沒有認真在看場地 抱歉 好 有顏色的燈關掉 那會不會太暗啊 如果把有顏色的燈關掉之後會太暗嗎 太一 你 你有沒有想去 我問你一句 你10月29有沒有特別留這個空 你有沒有想到現場 你 不對 我再來問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你不推蔡雅恩這麼久了 現在突然又開始看了蔡雅恩 你會不會到10月底你又沒興趣了 這是一個好問題吧 你 你 喔 沒差 好像很厲害喔 就是感覺有在炫技的唷 太一 詢問你這問題 會不會到10月底就沒興趣了 看來今年無緣了 欸 劉欣別這麼說 如果劉欣10月29 呃 好 那我直接問你好了 劉欣10月29有空嗎 然後 並且有想來參加嗎 並且還有生活上面應該是可以過得去的吧 就是如果來參加生日會的話 超級時辰大賽 唉呦 10月4號 沒錯沒錯 超級時辰大賽 有的呢 我會去桃園一展這個 欸 我的小當家的一面 好不好 10月4號桃園記得要來喔 蛤 等一下等一下 太一剛剛在那邊說晚來了沒了 然後又說當天有事了 你 你這個花心的蘿蔔 上班日 有空啊然後咧 如果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有沒有想來 因為不知道到時候 就是 如果到時候有人讓票的話 說不定有機會 對吧 桃園請假 啊 小豬當天不來是嗎 基隆都出大美女 啊有我知道 三期 燕子 對吧 燕子也是基隆人 沒票的話可以私訊問粉絲團喔 IG或FB都有粉絲團 那想請問一下 FB的話也可以詢問到同幾位管理員是嗎 就是這是一個我一直沒有解開的謎團 就是Facebook的話 啊你家昨天革命 好吧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我家也是天天在革命 辛苦了 真的 大家家庭革命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一個 健康美滿 家庭順利 可以靠討論就能順順利 就是 解決家庭的問題 莫菇 莫菇 好莫菇 該不會就是剛剛下單的吧 FB只有一個 哈囉 喔 飯吃筒 等一下 你 你跟了108場 你突然改這個名字 我要認出你 是不是有點難 是不是有點困難 FB啊 對啊我是說FB FB FB不認識喔 你們不認識喔 真的 我 我 我有在猜FB是誰 但是 他 嗯 我剛剛 他來握手會的時候 蛤 你只知道是誰喔 我 我握手會的時候 一直很想問 但是我覺得我也可能會猜錯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 他跟我握手會的時候 可以直接告訴我 他是Facebook的 謝謝天靈的祝祝你喔 就是我真的是想要問 想要問 就是他 他自己告訴我 他是誰 但是 他都沒有說 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 兩次 欸 一次 嗯 一次 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浪K哥啊 為什麼 我都沒有看到通告 就是通知 我不是說我不知道我要去浪K哥 是FB也沒發 是發在哪 首頁廣告 所以 平常不會開 不會放到IG跟FB嗎 欸 總不可能不知道吧 都有練唱了 好不好 有練啦 有練啦 總不可能突然 我今天才知道 然後我 禮拜四就要上了吧 好 希望流星領完薪水之後 剛好也有時間可以來看我們 這次很晚才出 對 畢竟最近 就是大家應該也知道 疫情影響了很多的排程 當天誰唱是不是 現場點歌喔 平常會 但這次姐姐還沒發浪 就已經先跑了 沒關係 如果我 準備好了的話 我禮拜四會出現的 哈哈 沒準備好的話 我就不知道了 三年都是因為疫情 對 現場 才不能現場點歌好不好 到時候大走音怎麼辦 平常會提早快走 但沒關係 四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禮拜四的浪K哥呢 我很緊張 我很緊張呀 沒準備是什麼意思 那當然是有準備啊 有台語歌嗎 請敬請期待 這次的場地會改在浴室嗎 有可能 重金 打造 黃金浴室 跟黃金馬桶 喔 大家 大家 那個 那個 其他月份呢 就要請洽公司了 這不是我能夠解決的事情 沒錯 這個禮拜四的晚上七點 在浪K哥的官方帳號 可以看到我 跟 我們的兩位主持人 歐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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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為了平衡 兩個人都走音好了 歐童心 跟雷扎莉 雷扎莉 這次的來賓 是 蔡雅恩 歐童心 歐童心 跟李嘉莉 還有 蔡雅恩 這個禮拜四 歐童心 跟李嘉莉 還有 蔡雅恩 這個禮拜四 會在浪K哥 是的呢 感覺音量 我們目前練唱的話 感覺應該是 會 請吵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 我是第一次去浪K哥 然後我想問大家 如果浪K哥啊 抽什麼禮物 大家會非常躍躍欲試呢 就畢竟第一次當來賓 就扛起了這個 這個 要思考一下 有創意的禮物 這件事情 蛤 紙筆 清籤 可是 已經送過很多次 拍立德了耶 對不對 這個問題 好危險 欸 就我只是想要 有一個創 有創意的答案而已 沒有很危險 沒有很危險 我只是很好奇 當然是沒有辦法客製啊 客製化是不是 飄流瓶 抽帝王證 抽帝王證是 給你們抽帝王證嗎 就是 前幾名 然後送你們帝王證是嗎 這是不是有點難啊 上次的影片 手寫的東西算客製嗎 我現在就在想啊 我想說給一個意見 一個有趣的禮物 唱歌影片其實不錯 那個的話會想要 唱歌 旋轉相框 蠻好評的 錄歌的話不錯啊 抽姊姊的身寫 原來你的神推 現在已經是姊姊了嗎 小安想要唱歌 好啊 那如果小安 如果當天 當天有這個 得獎的資格的話 我們就讓小安 來現唱一曲吧 唱歌影片加一 一下開放執著 報名唱歌 是嗎 唱歌影片 貓兒姊姊 你又推貓兒姊姊了 不允許 不要在那邊 不要騷擾我們姊姊喔 有要抽拉瑞姊姊的身寫嗎 先去處置了 記得施雅的是唱歌影片 三個月的影片還沒看到 還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 是一種 是一種期待吧 對不對 是一個期待 浪K基本上 是拉瑞姊姊帶隊啦 好不好 幹嘛 你想幹嘛 你們這些變態 到底想幹嘛 那不然我們就抽 我們抽那個 浪K歌 綁一可以到 下一期到現場唱歌 給你一個18來 可以嗎 可以嗎 金香菇姐姐跟胖達的合照直筆 從哪裡生出一隻胖達 下一期不行啊 沒有你 沒有啊 我們很純粹的就是讓你到那個 你有一個現場演唱的機會 就想說就可以讓你開始現場演唱 下集收視率肯定會很好吧 對啦 所有成員都會看喔 對 讓你如果有成功得到這個禮物的資格的話 會讓你下個月變蔡雅恩 如果綁一要來唱歌的話 大家全部都不敢 嗯 連搶紅包都不敢 因為搶紅包就會送出一顆玫瑰 那很有可能就會這樣成為綁一 欸 對啊 沒有啦 怎麼可能讓你們當 如果綁一當一整期的嘉賓喔 這會不會太賺 覺得最後會變成射死現場 哈哈哈 你那點會很克制 不要客制好不好 沒有沒有要送這個啊 這送太大了好不好 可買一隻熊貓 然後再叫他胖大 手划的一封信 死定了綁一 當日綁一 最和平的吧 沒錯 我們這邊不是都挺和平的嗎 大家當初讓那個 運動會的時候 讓你動起來的時候 大家超級和平的耶 喜歡我吧喜歡我的紅頭髮 還是非常感謝大家 讓我生日會成功 現在暫時沒有試票 不知道晚一點會不會有試出的票 大家可以再蹲一波 有佩潔 大家現在不要再多做幻想了好不好 我是不會送你們這些的 沙鹿殺紅了眼 欸 如果給他這個現場的機會 請問沙鹿可以唱跳嗎 我好想看啊 今天是一個前校站 馬上用身場和商量 為了姐姐 我來看看喔 我們就 欸其實這樣算這個禮拜 開始活動開始蠻多的耶對吧 明天教師節 大家 各位老師們 教師節快樂 下個禮拜 這個禮拜的話 浪開歌嘛 下個禮拜 桃園 桃園健康 樂活 食安 家裡華 所以 基本上算是 這兩個禮拜 有公開的活動 浪開是浪本身的節目 對啊 我其實也不知道這個頻率是什麼 下週三直播嗎 下週 直播時間 是 我看看喔 10月 原定10月5號 晚上9點 禮拜三 跟10月8號 晚上8點 你們會沒空嗎 我現在其實不知道 我們就是整個團體 有哪些有活動 所以如果有撞到你們在活動現場的話 可以再跟我說 如果我有時間可以改 桃園在看看 到哪 到那十分鐘 十幾分 到哪十幾分 要看看要不要起架 因為那個時間還在上班對不對 原定10月5號 是的呢 讓K固定一個月找TP一次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活動 這 就是 但是我們10月的公開活動蠻多的耶 如果 這個10月1號 然後10月4號 10月9號 是不是挺多的 公司在那附近 真的很近 桃園 好啦 衝一波了啦 好不好 衝一波 衝一波 我現在很難得有這個公開活動 而且畢竟因為Rumor 再怎麼說 我應該不算是 應該不算是會很常出去宣傳的一組 對吧 所以說不定 這個桃園應該有可能也許要好好把握 對吧 感覺後面還有很多只是有沒有北部的 就 我也不確定耶 欸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正常媒體選拔不是應該都是前幾號位嗎 我在怎麼說Rumor也不算前幾號位 欸 其實我不知道宣傳組活動組跟所謂的什麼媒體選拔組是怎麼算的 因為台灣也沒有這樣子 日本有很實際的規定嗎 就是例如說 日本有很實際的就是有說這一次的媒體選拔組是哪些 剩下兩趟就是直接衝高雄是不是 喔你說省下兩趟 好吧 欸你本人應該也要去高雄看看我吧 有時候後面會講話還是會上節目 剛剛有人說桃園會有Rumor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接下來這段時間都上Rumor的宣傳期 先不論表演有沒有Rumor 因為這件事情我不能保證 但是肯定是會宣傳Rumor的吧 懂吧 懂的吧 我只能跟大家爆雷了 我們一定會在桃園宣傳Rumor 抱歉了呢 高雄衝不上去 那心情應該要先去找我了吧 我已經到高雄了 我已經先下去了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透露 沒有 什麼都沒有辦法 日本好像沒有成員在聊著 對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啊 對吧 沒有要透露 大家不要再問了 我是不會說的 沒錯 希望六端可以讓TP走上一個高峰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欸好像是真的有欸 就是好像是真的有 開始有很多路人 就詢問 因為我看Youtube下面留言 是真的有 看起來好像也許真的是不認識我們的路人 在問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很開心 這次真的很多無意見看到了 太好了 留言多很多 對這次是真的有很多 看起來應該像是路人的人在問問題 哎呦冰桶你不能吹我 這不是我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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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的事情 就是不是我現在想拍就可以拍了 這個要過上面 謝謝哎呦 我把阿成吃掉了 呃呃 不然阿成 Ju一個 Ju一個 等一下 你讓我把小殭屍關掉 我現在就關 我很抱歉 Ju Ju Ju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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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會被一隻 那隻到底是蚊子還是蒼蠅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會被抓起來 然後抓起來然後他就會跑跑跑 就飛飛飛飛飛到他想感謝的那個人的身上 然後他就會親他的鼻頭 嗯...啾 那是蒼蠅嗎 那那一隻到底是什麼 如果是蒼蠅的話 怎麼有可能抓得起一隻老鼠 超級不合理吧 晚安 晚安晚安 還以為要祝他生日快樂 蛤 你是說 你是說誰 阿誠嗎 他是說什麼 大寶寶 阿誠說他會睡覺了 回去收假了 看到結果最近好多活動在高雄啊 可是我的船現在偏偏不在本島哭了 生日會好想去喔 可是我的假不夠了 沒關係阿誠 我們已經好好的把握到了合照會 我們 要 要 要懷著這個 合照會的那個時候握手的溫存 我們 期待下一次活動到來 三騎生進來了 不知道我如果去加推他們的話 面面會不會生氣會吃醋呢 絕對只是好奇而已喔 阿如果你真的加推的話 歡迎你下次播手會的時候來跟我說 我會跟你比比看 腕力到底誰比較強 你們試試看阿 我沒有說不行喔 真的 真的沒有說不行 因為 反正 那這三騎的妹妹們真的很可愛嘛 你看年紀都比我小 每一個都可以叫我姊姊 對吧 對嘛 沒有問題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鼻腕力的部分 對 阿就算鼻腕力就是大家如果很喜歡的話 沒問題嘛 就看一下 大家會不會進來握手的時候 就很不自覺那個腳 就是小腿 小腿會瞬間發軟無力 然後瞬間就是可能頭會敲到那個 我們握手的那個隔板 然後腳就會直接下去 之類的 哈哈哈 現場應該會 不會 救護站應該不會拯救這些做死的人 哈哈哈 關心一下基隆的同事 但是我很意外 我很意外 這次有了 就是 我們終於有第三位基隆員了 見紋色 不是只有大 就不是只有那幾個人有 好不好 要霸氣 我也有 因為新工作的假期比較少 小勳 沒有關係 剛進新的職場 都是需要好好的 好好的先習慣那裡的 我會在這裡等你的 等你習慣了過後 再 再 再開始大肆的請假來找我也沒有關係 嘿嘿嘿嘿 嗯 我像是會對小妹妹出手的人嗎 話說我也要叫你姐姐耶 蛤 林陽生日在我生日後四天 我不知道太醫這麼小 我的天啊 難怪是個花心大蘿蔔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敢不敢承認 我們基隆組更強大了 膝蓋會軟的部分 就不說益生菌跪幾年了 大家可以問問看前輩 問問看這個到處就是有一點點 嗯 目前是沒有公開說加推之類的 但是就不知道心中那個穩定程度 究竟有多少呢 究竟 長跪者 是長還是長 長輩的部分 但是是長跪者 長跪者的長輩 前輩是我們的榜樣 呵呵呵呵 才沒有 才沒有 有欸 其實我 我對燕子的臉是有印象的 跟那個時候一開始徵選的頭貼有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實際接觸過 因為 我知道那個向前走的時候有 但是因為向前走的時候 當天人真的太多了 就好像沒有跟燕子講到話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完全沒有 那時候有好多 而且 也有很多人最後沒有選上 然後後來 欸但是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其實 那個時候還是有很多 嗯 跟我們一起走到三省啊 的人 然後我還有在聯絡的 我很開心 跟燕子應該可以說是不認識 但是我 我認 我看過他的臉 就是我有印象 所以不太熟 應該不能算是熟不熟的問題 是不認識吧 接下來就會認識了 大家等著我吧 哈哈哈 欸但是如果妹妹們很內向的話 我就很內向喔 就是 我是沒有特別擅長 跟內向的人說話啦 我也是一個算內向的人 對吧 哈哈哈 哈哈哈 還有誰 你是說 你是說 誰 誰 有個比如說 燕子是三騎 接下來的三騎生 看見單推就煩 妹子看到一個 加推一個 你才欠揍吧 你還煩咧 欠扁 對 我是啊 我是 我是內向的吧 欸沒有啊 真的好不好 我最一開始也沒有很主動 跟二騎生大家講話 其實 就我是一個內向的人 但是不知不覺 嗯 竹竹一開始熟 是因為那個吧 放下偶包 然後 吳祈惠那不一樣嘛 吳祈惠他其實不算 對我來說不算是二騎生 然後 有到很熟的 二騎 基本上 吳祈惠跟竹竹吧 對吧 加推 都加推了一點吧 你們這些 一點規則性都沒有的人 哈哈 你們這些沒有規則的人 我也沒有到高冷好不好 小慧表示問號問號 好奇老闆之前有常看過 欸沒有 幾乎只有一面之緣吧 我們一開始是 有刻意 不讓我們 見面這樣子 欸我也不確定耶 大家的年紀 可能 可能現在大家看官網 跟影片比較準 因為我們沒有比你們熟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 真的開始有一些 有機會 有這個計畫 我們才會開始跟大家熟 永遠都不會加推 謝謝祥薰 辛苦了 雖然我知道現在工作比較重要 真的工作比較重要 先讓生活穩定之後 再來找我 對啊 二十十六十四十二 天啊 連最大都比我小 天啊 怎麼會這樣 我當初進來的時候 十七十八耶 欸我十七十八進來的耶 我那時候也很小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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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的時候十七十八 你們不能這樣 我進來的時候很小 很小 十七是小了 十七這樣 我已經很小了 那個時候 十年前 沒辦法人家都十一 十七了 應該說在日本的話 十七真的偏大了 但是在台灣的話 十七算中吧 十七那個時候 我還是挺多姐姐們吧 好好好 對對對我是小妹妹 我是小妹妹 欸 洆洆就好小好小好小 那時候真的好shock 那時候 他進來的時候好像 呃 在甄選的時候才小五吧 然後進來是小六 然後那時候只覺得 天啊 小六 小六我在幹嘛 欸我 我小六 那時候 欸小六都還在幹嘛 這是一個好問題耶 還好是十七 不然你現在要是十八 我也是很有罪惡感 你要有什麼罪惡感 你對我怎麼了嗎 當然也不用有罪惡感吧 支持 支持成員們追夢 不是應該要充滿成就感嗎 怎麼會是罪惡感的問題 小時候巔峰在小四 沒錯 小六在幹嘛我都忘了 我的小四很厲害啊 欸我如果小四來徵選 是不是都不意外啊 我小四挺厲害的 就是我的小四 充滿了人生巔峰 小四傳說 欸對啊 雨林果果進來的時候也好小 不知不覺他們都好大了 果果不知不覺都好大了 兩種意思都有 喔對 但是其實呢 台灣市場以前才流行童星 近年都沒有了 沒有什麼童星 我好餓喔 我明明有吃晚餐怎麼會這樣 突然之間有點餓 就我每次很雀躍很興奮跟大家講完話 我肚子就會很餓 對 物理像的很高 喔對小童也好高喔 我記得她也身高很長 身高很高 很長是什麼 所以要像一個巴乎的大一天 或許把你真的又不難言 沒有人能從來不繁圍 原諒你也原諒一切 不後悔 對 都是四月二四 對啊 這個還不熟嗎 這個我已經吃好幾次了 我其實是一直還沒吃完 還沒過期了大家放心 嗯 貝勒爺 被我的熊吃掉了 我決定了我要把特效的關掉 我要把特效的關掉 你們先等等 等我把特效關掉 等一下等一下 小安你快點J玩 我要先玩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今天把所有特效都玩完 然後 好囉 這個特效玩完囉 這是新的 我到現在都還沒玩過 什麼紅白加加油還是什麼 好了 那我要關掉囉 我為了大家不要被我吃掉 我不能開任何的 其他主播沒有這個問題嗎 其他主播都沒有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 結果還是吃掉 不會了 接下來不會了 好不好 TP5塔 人家都不開 那他們得了幹嘛 很多很多主播不是為了這些去衝活動的嗎 陳主播英明啊 對火箭的確不會有被擋特效的問題 對啊 其他也會開啊 為什麼會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這個問題 嗯 臉部特效 欸但你們不愛啊 我好像也沒有特別特別可愛的臉部特效 就都還好 嗯 有這個欸 這算擋臉嗎 這算擋臉嗎 我是來著你其實你不知道啊 我是來著你也從來陪對你家 十月菲利本 這可愛吧 這有擋臉嗎 這嚴格來說有一點點擋 對這是浪動的 我當初就覺得這挺可愛的 我是豬 我不會學豬教 我是真的不會 我是真的不會學豬教 但是從以前就有很多同學都會學 可是我不知道要吸哪一段才會變成豬教 算了我也不要自毀形象 很像氣喘 We are family 請不要亂截圖 謝謝大家 不要截圖 只要有擋住可愛的你都不接受 你看嗎你看嗎 就有這個 就這種就有點 有點難伺候的 有些打呼聲 欸可是我不打呼的 就是我是不會打呼的人 飛牡蠣 飛去哪 嗯 你這樣講完之後好想吃蚵仔煎了 你看你看你看 羊熊 那種就是 不好伺候的人 沒錯 不搖滾 嗯 嗯 嗯 拿りますように 謝謝小說 嗯 嗯 這是下雨嗎 嗯 好像不是 是我的冷氣的聲音 我也有形象的吧 嗯 嗯 嗯 那紅白的 欸紅白的那個也是只有我們有嗎 嗯 嗯 請問您殺死旅行承諾那個破百的 現在不是我能控制的 因為這件事情公司認定說 就是泡冰水有可能有礙於身體健康 所以現在得等公司請示之後我們才做這件事情 我也想快點旅行啊 我也想快點旅行啊 接下來變冷的話怎麼辦啊 如果接下來靠近秋天怎麼辦 秋冬 我希望能夠快點解決 嗯 嗯 不要 我才不要給你們這麼多角度咧 沒錯我們要給個膠帶 不行要泡就要爆冰桶 怎麼可以用溫水呢 沒誠意 就會變兩個字 大食言 大食言 大食言是三個字 這禮拜還樂快點拍 好啦我去問一下我們可不可以拍了 原來影院這麼刺激喔 我絕對 變謎團是怎樣 我們應該沒有說破200要怎樣吧 我不要LiftLag 健康 天色博腾 好 如果你有辦法在水箱裡面放Gogoro的話 前提是要先弄到這一台Gogoro 才不要 哈哈 Gogoro勉強防水吧 不然下雨怎麼辦 Gogoro的模型可以 好 謝謝博腾的子撲的蘇布林 基本上如果水箱裡泡的是Gogoro的話 那個看點應該是Gogoro泡水 而不是我們泡水吧 泡水會直接下課 下哪裡人生的課程嗎 人生這門艱深的課程 只要在Gogoro的冰水裡 就會直接讓你打中下課 我知道是Gogoro 我剛剛在笑說 有人說是Gogoro不是Gogoro啦 大家有聽懂嗎 你們的很不具幽默感耶 那你用Gogoro的置物箱放冰塊好了 然後塞進Gogoro的置物箱後面嗎 欸Nio我要跟你說 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 愛我卡灘 不能亂吃糖 就是 我沒有人生最愛珍珠美人一月 我的人生最愛的卡通 應該 這樣算起來的話應該要是 哪一個比較喜歡呢 你們覺得是哪一個比較喜歡呢 守護甜心 恩 還是 恩 骷髏魔法石 恩 還是 沒錯 關於偶像教我幽默的事 喔 齒巴薩 齒巴薩 齒巴薩可能不算卡通的範疇 齒巴薩不算吧 魔法咪嚕咪嚕是一個我 主角群全部不喜歡 導致看不下去的一部作品 恩 恩 來個排名 美少女正式 美少女正式 就是我沒有看完的一個作品 大喜不算卡通啊 骷髏魔法石 守護甜心 跟 玩偶遊戲是不是都挺好的 要怎麼樣分 對我的LINE背景貼圖是守護甜心 骷髏魔法石 我剛才說骷髏魔法石自從出太多週邊以後 他在我心中的那個珍貴的價值掉了很多 喔 花樣明星 我也喜歡 花樣明星Kalirin還不錯 但我喜歡漫畫的 不喜歡卡通的 柯南 恩 柯南可以說完全排不上名 哈哈哈哈 完全排不上前面的名次 對 美戰是面嗎 恩 光是美少女的話 我追了 第二 第一代跟第二代而已 恩 還好 守護甜心 哇 薔薇少女 跟守護甜心是不同年代 好不好 真愛 真愛是秋仁嗎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說喜歡的個性的話 秋仁是非常有個人魅力 就是他真的是童年男神等級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的話 應該是李小郎 哈哈 但是 再來要說的話 真的很喜歡的個性 應該會喜歡煞眼 鬼面可以說是不喜歡的程度 我 不喜歡鬼面之人 老實說 恩 還抖到討厭的程度 K.O. 恩 K.O. 還不錯 恩 對 剛剛有人說美少女正式是面媽的 沒有沒有沒有 面媽現在是五條老師的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錯 沒錯 我喜歡煞眼 守護甜心裡面最最最喜歡的是煞眼 然後 應該要排第二的話 個性應該是喜歡 雞斗或空海吧 五條不是熊妹嗎 五條獲得了很多人的心耶 五條有熊妹 然後又有 你知道寒寒也是嗎 寒寒也姓五條呢 現在麵媽也姓五條了呢 五條麵吧 K.O. 其實歌好聽 但我一集都沒有看 因為我不喜歡 日常翻 你看你看 一個五條各自表述 有太多了 現在 現在五條到底是誰的 現在是誰的 一個五條各自表述 沒關係 紐特皮卡皮 我剛剛講的全部都是 我剛剛自己提的都是少女漫畫 所以 基本上呢 應該不算是平常男生會看的 五條麵 你是不是 你聖誕梯上面有幾條 我聖誕梯上面有幾條 欸 四條 五條 三條 幾條啊 怎麼辦 尋找滿月 啊 我也有看尋找滿月 還不錯 還算喜歡 好像 好像不只三條吧 我記得我撇了挺多條 庫洛魔法使我會看啦 其他再考慮 嗯 我覺得 基本上我 最喜歡的 應該是 我覺得手褲甜心跟玩偶遊戲應該可以並列 然後庫洛魔法使吧 然後接下來應該是 偶像宣言的漫畫版 就是花樣明星的漫畫版 卡通我真的看不太下去 就是 智商為低落 所以 就 後面有點看不下去 然後 還有什麼 我以前很喜歡那一部作品 但是多數的台灣人都沒看過 叫做那個 花靈的魔法界 小女神花靈 所以你用庫洛魔法使的手帳 去全家買東西了嗎 為什麼是去全家 嗯 欸你知道 有出庫洛魔法使手帳的是 Eye Cache嗎 2.0 雖然我是可以 應該是要把悠悠卡貼在那個手帳上面 我還在等什麼時候疫情結束 我才能做這件事 啊超男少女主我也喜歡 而且女主角我也蠻喜歡的 原來是比5條的老師還強的6條面 對 大家好 純萌各位的關照 我是6條面 Eye Cache好像不可以去全家買東西 只有悠悠卡可以 會看女生版的特色嗎 其實我以前不怎麼看特色片 但近期有喜歡上假面騎士的衝動 跟奧特曼的話其實也還好 但看完就還蠻推薦的 我蠻推薦大家的 但是 喔 沒有沒有 媽 就是面媽剛說 我雖然沒有那個 庫洛魔法使手帳當悠悠卡 但是我有一個美少女戰士的自拍棒 我拿著那個自拍棒出去跟朋友拍照 然後朋友覺得我很浮誇 什麼東西 一個中後老師的主任 那是哪一部作品來著 吃麵 吃麵騎士 台灣叫做 台灣叫做超人力霸王 Ultraman Ultraman 超能少女組 都長大了 跟去肯德基買慢的 對啊 剛剛誰叫我拿Eye Cache去全家的 超能少女組 主任被女孩玩 對 但是我記得 超能少女組 我好像 就是小時候有播我才看 所以我 好像沒有重看過 今天的法委講講的 假面騎士 沒有我假面騎士喜歡的系列是 空我 因為空我的世界觀其實最合理 就是 雖然中二卻非常合理 並且很有帶入感 所以我覺得 假面騎士的空我的系列 算很好看耶 你們有看過嗎 很老是不是 就劇本寫得好啊 怎樣 後面劇情差很多 香港直接叫超人系列 可是其實Ultraman 就不是超人啊 他跟超人的那種感覺差很多吧 空我太經典了 我以前對特色片 我不能說沒興趣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 特色片本來就是偏中二 我本來就喜歡很中二的東西 可是 以前沒這個機會看特色片 喔 魔女的考驗也喜歡 但沒有到超級喜歡 但喜歡 而且我LINE也有買 魔女的考驗的貼圖 即便實用性不是很高 但我還是買的 可是因為 魔女的考驗的話 我喜歡的話 很純粹耶 我只喜歡巧克力 我只喜歡巧克力跟後期的皮耶爾 烈火之言完全沒聽過 死亡直接淘汰 沒有 因為我對假面騎士其實沒有很了解 我是因為前陣子看了超人力霸王之後 就開始把那個有興趣的那個 有興趣的一點點假面騎士補起來 因為我發現我應該會更喜歡假面騎士的世界觀 獵人 啊獵人就不用說了 看帥哥 什麼帥哥 哪裡有帥哥 哪裡 不可思議星球雙胞胎公主 我記得我小時候也有看 你們知道小時候就是會出很多 這種卡通 然後我媽媽就會買很多這種 就是小時候都會出這種卡通的衣服 跟內衣褲 大家知道嗎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在 充滿著這些卡通的內褲現在長大 啊百獸戰隊 有剛大貴也有演喔 他是演風之神的小時候 獵人一年一本單行本 完結在叫我 完結可能叫不到大家了到時候 我也是覺得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等到 最近在看W W很多人推耶 佐藤健的電王 特色就是給帥哥出道用的啦 欸你們知道有人說為什麼 為什麼假面騎士只找帥哥演嗎 就是前幾天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 因為之前有製作組的就說 就是呢 帥哥呢 就是都是假面騎士裡面的那個本體嘛 然後所以小孩子就非常瘋靡假面騎士嘛 就超級想要去看現場 想要追星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媽媽就會想說 啊不要啊你要去現場多麻煩啊 可是因為就是主角太帥了 所以見面會可以看到帥哥 就會增加父母陪小孩子去現場的這個機率 所以演員之所以要找帥哥 就是為了要讓媽媽去現場陪小孩追星 超級合理 我聽完之後覺得 超級合理 超級合理吧 我覺得可以耶 這個商業腦簡直了 難怪戰隊系列全部都帥哥 媽媽還有正當理由對不對 啊我們家小星說想要去追 就是想要去追假面騎士啊 啊我就只好陪他呀 有朝一日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也是挺想去現場看看的 對戰隊的女生也很漂亮 我上次就是看假面騎士的電影版 然後就發現其實女生 就是她 雖然女生角色偏少 可是 感覺還是很不錯 媽媽才有購買力啊 爸爸就是單純喜歡假面騎士了嘛 對不對 有了媽媽還能付錢買東西 超聰明啊 這個製作組太強大了 悠悠台 對啊 悠悠台小時候真的覺得 西瓜哥哥很帥耶 童年男神吧 西瓜哥哥是我的童年男神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西瓜哥哥跟香蕉哥哥跟那個我二十年前他們還是長這樣 喜歡蝴蝶姐姐 西瓜是真的帥啊 水蜜桃姐姐是官配吧 以前就有CP制度嗎 沒錯 塗抹小孩子的笑容 很懂喔 但我跟你們說 我覺得香蕉太浪漫了耶 香蕉居然最後跟草莓姐姐走在一起了 全部 對 去悠悠台工作全部都等於是娃娃臉耶 大家有沒有找到 陳詩雅的下一步 陳詩雅也是萬年不敗娃娃臉 香蕉草莓奶昔 小時候很喜歡蘋果姐姐 蘋果姐姐是真的很厲害 蘋果姐姐是我最早 最早的時候的那個吧 悠悠台姐姐 詩雅要當什麼姐姐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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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雪狗不是在用完了嗎 我小時候最喜歡什麼姐姐啊 我想想 還好耶 我小時候情有獨鍾西瓜哥哥 小時候就勵志了 就是看帥哥 哈哈哈哈 小時候就是色胚子 現在還有酪梨 酪梨 酪梨 AVOCADO 榴槤姐姐 施雅要當櫃瓜姐姐 甜不辣姐姐 櫃瓜姐姐聽起來不好聽 對沒錯 香蕭哥進水樓台先得月啊 我吃酪梨嗎 不吃 應該是酪梨跟那個榴槤都不吃才對 味道太重了我都不太愛 蝴蝶姐姐很漂亮啊 西瓜的偶像劇 西瓜有演偶像劇喔 Kiwi姐姐 Kiwi姐姐已經是很新的了 我有看過 酪梨沒什麼 我看一下酪梨長怎樣 酪梨 我怎麼覺得我今天好像有要說什麼 但是我忘記了呀 酪梨 嗯 啊我知道 酪梨有一陣子很紅 因為他出了很多周邊 這個 你看 怎麼辦 要怎麼樣他才會 不反光 直接遮 酪梨 他之前有出一系列的酪梨玩偶 所以酪梨有一陣子超紅的 我的命令二元他有演真的假的 喔喔喔喔 Jelly Kate 你真的有吃過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好像沒有 英國牌喔 在自豪喔 真的嗎 有一個長得很像我 但在怎麼樣 應該是我長得很像人家 才對 因為應該 欸不一定 柚柚台姐姐現在很多歌手 原地 失魂 酪梨牛奶好喝 史亞要當石原姐姐 她是真的 她是石原姐姐 沒錯 酪梨沾醬油 很像沒有腥味的鮭魚 喔 鮭魚我還蠻喜歡的 說不定會喜歡喔 我這幾天一直很想吃 你們知道嗎 就是 苦辣酥西在台灣的分店沒有很多 所以要特別去吃苦辣酥西很麻煩 然後呢 反正我前幾天呢 就帶著我媽一起去吃苦辣酥西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主要本來就很想吃酥西 但是 其實我跟成員們最常吃的應該是酥西囉 然後 但我就想說不行 我要讓我媽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邊吃壽司 欸 是苦辣酥西嗎 對吧 那個 就是 苦辣酥西的那個扭蛋 現在是 跟 櫻桃小丸子合作 然後 我就想說 阿 那是杖壽司喔 喔喔喔 那是杖壽司 對啊 欸等一下 不是苦辣酥西嗎 喔 腦子 我腦子不見了 等等等等 我應該沒有講錯吧 有酥西的不就 蛤蟆酥西 苦辣酥西 然後 對啊 我想說苦辣就是這樣 不是嗎 我剛剛很認真的思考了一下 我以為我講錯了 因為 壽司有 蛤蟆酥西 苦辣酥西 跟 珍仙 對吧 還有什麼 不知道 常見的就這些 晚安小叔喔 預期很好的小叔 掰掰 就是我不 腦子快回來 腦子不見了 腦子呢 然後 反正 我之前就 就帶我媽去吃苦辣酥西 然後結果我們兩個人 戰鬥力挺不足 我們就只扭了兩次 都沒有中 好生氣喔 嗯 真仙的話 就看你怎麼想吧 就因為真仙至少是比其他幾家便宜 但就 如果要吃 不能說這些話 就是看口味 就看大家的口味怎麼樣 對 我還好 我沒有特別不喜歡真仙 因為 在基隆的話 好像 除了蛤蟆酥西 算是近年來開的 就只有真仙了 就是這十幾年來 基隆唯一有的回轉壽司 只有真仙 所以我小時候都是吃真仙 長大的 蛤蟆酥西的話 嗯 那以你們的這個口味來說 基隆只有蛤蟆酥西跟真仙 死定了 基隆沒有蘇蟆 怎麼辦 現在沒有蘇蟆 可是真仙還是很多啊 而且現在 不是我記得西門有一家點真仙嗎 就是一個 鬧區還有真仙 就代表真仙還是活的下去 對不對 直接去吃海產 因為我不喜歡生魚片啊 我喜歡的是壽司 其實我不喜歡生魚片其實 市場直接現吃 有 我跟你說其實去市場買壽司也很棒 像是基隆 基隆仁愛市場的 有一個壽司超級紅 它就是每天很早出 就是每天很早出攤 然後很快就沒了 對 對對對 點真仙 應該不是吧 點真仙是真仙加定十八 所以點真仙是因為這兩家合併 而不是因為真仙叫點真仙 高鐵只能買真仙啊 可是我覺得那個十塊的真仙很棒耶 我超喜歡的 因為那個十塊的真仙啊 我就是每一次就是 我幾乎是兩個 兩個 壽司就擠 一整包醬油 跟 跟芥末 芥末 芥末可能可以用到三四顆 但是就是 通常醬油是兩顆就用完了 所以 我覺得 吃得很開心 嘿嘿 酸魚片還好 對 我喜歡吃的是醬油跟芥末 對對對 不是不愛市場 是人愛市場吧 蛤 不是人愛市場嗎 人愛市場跟信義市場啊 我記得點真仙 對啊 點真仙不是高級版真仙嗎 因為一盤四十塊啊 我只有以前當兵回營 沒時間才會特別買真仙 啊 反正我就是要跟他說 我就是 雖然我沒有特別想要抽到那個 小丸子的 就是聯合的吊飾 但是就覺得 齁唷 怎麼每次不會中 但是我目前吃起來 我最喜歡 蘇西樓 蛤蟆蘇西我也覺得還好 我沒有特別愛 苦辣蘇西我吃完之後 可能是因為沒有扭到蛋 所以我非常的失落 蘇西樓目前是我覺得最好吃的 而且蘇西樓的 點的餐我比較喜歡 你們知道蘇西樓拉麵也很好吃嗎 謝謝 對不起不是謝謝 是歡迎 早安 早安了 就是因為那個 蘇西樓他的拉麵 是點的嘛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我記得 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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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 有沒有理性少女 他就是那時候他拔致齒 然後他就想說不能吃太多 壽司很硬的東西 然後他就跟我們一起去吃蘇西樓的時候 他就點了一碗拉麵 然後你們知道那個拉麵呢 吸進去的時候是需要用力的 然後如果你拔掉致齒的時候只剩牙齦 牙齦還有傷口 你往內吸會痛 然後你吸大力一點就會出血 然後那時候呢他才發現 他連拉麵都沒有辦法吃 結果那碗拉麵就變成我們所有人分食 超好吃的 然後我們就一直跟李嘉莉說 很好吃耶李嘉莉 很好吃 然後他就沒關係我吃夠了 因為他完全沒有辦法吸 然後 他就只能把麵拉起來 然後塞進嘴巴裡 可是 他沒有辦法 就是 這樣子吃很痛苦 他還不如吃壽司 所以 他就 你們要幫我吃掉嗎 可是我跟你說 真的很痛 因為 你拔完致齒之後 那傷口是很大的 而且 他的牙齒 你看他的牙齒就知道 他們家的牙齒 應該是蠻大顆的 代表傷口會很大 而且他說 他 我記得他跟我說他挖很深 我現在就是 其實我覺得拔至齒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看就是成員陸陸續續都去拔了 然後像林潔心是最腫的 林潔心是腫到不行 然後李彩潔是流血流最久的 然後就覺得 就是這些血淋淋的日 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都出現了 很恐怖 欸 其實至齒到30歲前都還難說 有些人真的是年紀很大的才長至齒 就還是非常的生氣 畢竟就是他並不是智慧之齒 他為什麼要出來呢 但是當初在X光的話 唯一有致齒 有三顆 可是 目前非常幸運的 暫時沒有事情 對 目前暫時沒有肅情 啊 希望他們都不要出事 血淋淋的例子 他如果那個拉麵硬是 努力吃完一整晚 他就會變成血淋淋的例子 沒錯 暫時的 對暫時的沒事 可是 就其實我覺得有長出來 剛剛沒有 沒有再大了 就是他沒有再多了 所以現在還好 我希望他們找到一個平衡點 跟Balance 最好就 好好的 就這樣就好 值得就不用拔啦 可是為什麼只有三顆 你可以問我爸媽 至齒長不長是基因啊 比較衰 同一個地方爭兩次 好痛苦喔 他這樣要拔兩次 會出事耶 真的不是智慧之痴 好恐怖喔 真的是很想罵他 就是他只要一出來 就很想罵他 你不動 我不動 對我希望他敵不動 我不動 拜託求求了 他不要出來是最好的 他不要動 早拔早恢復啊 但是很痛不想拔 對 就是如果沒事的話 我就 我就不想要 可是有人說 拔完智慈臉會變小 因為這一塊 照理來說沒有影響 就是醫學上面來說 因為他這樣包覆著 照理來說沒有影響 可是 多數的人拔完都有變小啊 所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照完X光連醫生都傻眼 傻眼什麼 你怎麼了 你說又長第二次是不是 好想哭喔 還沒早完就住了 我跟你說 住掉更慘 因為住掉的話 如果住得很嚴重 你一定得拔 對啊 李嘉莉她下巴就有小啊 你不要在那邊想要讓Mina瘦小臉喔 不可以 Mina的本體 我不允許她變小 這樣我就少東西可以捏了耶 這個是我現場聽的那個版本 徐佳音的癢癢 超好聽 沒事不要 沒事不要那個啦 哪有 哪有人 初次見面就在捏人家臉頰 哈哈 頭髋是改變 我也沒那麼專業 確定 哇 還沒見過新妹妹的臉頰呢 你們真是一群變態大叔耶 你們真的是大叔了 你們對人家來說一定是大叔吧 你們對小羽來說一定是超級大叔啊 各位 到時候她就可以說 謝謝叔叔阿姨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你們這家叔叔阿姨們 到時候你們都知道了 謝謝叔叔阿姨的支持 然後 我最後要教小羽 小羽的粉絲名就可以去叔叔阿姨了 好不好 就是男生叔叔嘛 女生阿姨 阿如果你們想叫阿貝也可以 到時候呢 她就說 我的叔叔阿姨在哪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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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開心喔 欸 爺是有爺爺的是嗎 哈哈 我 我是姐姐吧 哈哈 台下一片寂靜 呃 要回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人回應 哈哈 我是姐姐吧 看吧 這就是我不喜歡18歲以下的原因 哈哈 阿姨怎麼了 阿姨怎麼了 為什麼不喜歡18歲的 哈哈 唉唷 好 那是小羽真的有資格叫我們全團阿姨耶 怎麼辦啊 她哪天真的開口阿姨我們真的會哭耶 哈哈 哈哈哈哈 她如果 她如果今天 就是 那個 各位前輩阿姨們 好 心都碎了 哈哈 螃蟹 呃 唉呀 唉呀 你們就算不推三期 也不影響大家是叔叔阿姨 哈哈 好受傷喔 你不要讓人家躺著也中槍好不好 對對對 你也是阿姨 你也是叔叔 太受傷了 唉但如果施雅回來的話 三期有幸見到 真的可以喊阿姨耶 大前輩 哈哈 三歲是吧 請問 欸沒有阿 羊群的三歲 絕對不是普通三歲吧 好歹人類的二十幾了吧 我們的阿姨三人組 看一下 七七 一路卡 米娜阿潘直接 哭暈在廁所 唉 我還沒有辦法想像 要潘自己被喊阿姨 為施雅哭泣 放尊重點 施雅要喊阿嬤了 基本上施雅已經算 靈靈的阿嬤啦 靈靈的媽媽是 夢淳 夢淳的媽媽是施雅的話 靈靈其實有資格喊阿嬤 所以施雅已經是阿奏了唷 已經是阿奏了 還沒有珍珠墓 還沒有到珍珠墓 你們都喊她阿潘或阿姨 好吧 都不一樣 不一樣的感覺 公司們的姊姊 沒有公司們的姊姊是 職春是姊姊 沒有我跟你們說 公司們很多姊姊的年紀 快要比我們小 所以真的是 你們沒有資格 喊人家阿姨 沒有 靈靈修女兒的話 就要叫施雅做 對啊 對啊 所以靈靈快點 扛起前輩的重責 接下來三期就交給你了 會不會三期不認識施雅 應該是不會 可能接下來四五期有這個機會 但三期應該沒機會吧 而且老實說施雅是這麼傳奇的人物 只要加入團體 就是有這個心想爭選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不認識的問題吧 對吧 就像即使很多 一開始不認識48 Group 進團體的 但其實神七都還是叫得出來啊 T.P.傳奇 我們喊他們姊姊一直都是一個很過分的成文 沒錯 你們 你們這些人 怎麼會叫得出口啊 孩子們聽我說 從前從前 肯定知道啦 肯定知道 肯定知道 好叔叔 那肯定是認識的呀 你都叫姐姐啊 不羞恥就叫啊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啊 雖然你們喊妹妹聽起來更糟 雖然你們喊妹妹聽起來更糟 你去浪洞喊拉瑞姐姐 都覺得她會不會想要打我 阿貝桑 阿貝桑是桑 她跟姐姐或者是阿姨沒有關係 她是桑 她的桑是直撐 你懂吧 對啊 這樣妹妹你們看 聽起來就挺變態的 你看 如果你今天走過去 然後說 不好意思 拉瑞妹妹 聽起來超糟的呀 算了吧 算了吧 你們感覺就 挺糟的 巨星 有何巨星 喔 貓兒妹妹 賀媽媽 超糟糕 你們超糟糕了 人毫是怎樣 已經開始在生家調查了 教語會出盡 真的韓妹妹你們會出事喔 會直接被打 會直接被抓走 你真的是 真難怪 無下線 謝謝新疆 我看完了 我看完那个春日部了 但是 我跟你说我确定我有看 就是那个蜡笔的那一集 但是我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看过 好像也是电视有播过 但是我确定我那一集看完了 但是我很意外就是 就是春日部那一集呢 我有看 倒哭 我觉得还不错 老实说 这剧情可能还是有点太扯了一点 然后结尾 没有结尾的很好 但我觉得蛮好看的 可是 我那天po完之后啊 然后理睬姐就跟我讲说 这不很难看耶 我说可是 我觉得还行啊 不然你有什么推荐 他说除了这一集 我觉得都还不错啊 所以原来理睬姐才是 蜡笔小剑的装饰粉丝吗 我觉得蛮好哭的 我有哭 我有小哭 就是那个结尾那一段还不错 那个 包含我觉得美牙跟广志呢 一直 就是对小鑫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父母 就是即使到处在收他的残局跟擦他的屁股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是极度不受控的小孩 可是我真的觉得美牙跟广志的三观超棒的耶 但是最可爱的还是小白 谢谢小安 对虽然剧情很扯 但是还不错 我自己蛮喜欢的啦 那 那就也想说 我就在想说说不定还有其他好看的 我我在看那个看到一半但我还没看完 然后我就出门了 那一部叫什么 有一部去那个我看一下蜡笔小型然后去偷宝石的啊 抢救广志的那个 抢救广志 抢救广志大作战 新婚旅行风暴 对去夏威夷 欸我跟你说真的不行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就看我就想说 大家都知道广志其实是人生胜利组吧 因为 他说那时候他跟美牙刚结婚 然后刚结婚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去新婚旅行 没有没有去新婚就是没有去蜜月 然后就开始买房子买车 然后工作养狗狗 但是大家知道吗 对 他在奇遇县有一个独立的房子 这尖格拉说已经在日本是非常非常黄金的地方了 然后又有自己的车 而且没有缴车带哦 他缴的是房带而已 又可以自己养两个 就两个小孩 一只狗狗 而且大家也知道美牙他是 就是他就是 家庭主 家庭主妇 就是全职家庭主妇 等于他一个人养了一栋房子一台车 三个人一只狗 怎么会有说他是 好疯啊 他根本就是财富自由的 而且还升课长好不好 课长 丑子换了三台 一个人扛了整个家 广志我的超人 极致人生设立组 而且他是他是那种就是你没有感觉他很富有 但是仔细一看才发现他是一个低调的超级富翁 怎么会这么低调啊 他今年还把房带房 果然是一般男性 真的是一般男性 在那道房子炸 炸掉这个不算啊 不是还有温泉吗 日本的课长这个职业职位其实很大是吗 前两台都是被梅牙开坏的 他只是 对 他除了脚抽而已 他没有任何糟糕的地方 而且广志的个性也很好 对不对 就是目前为止 广志是一个就是耐性好脾气好 然后又爱老婆 爱小孩 太厉害了 他除了脚抽没有任何缺点 他简直就是 无敌啊 好强大哦 理想男性了吧 是不是 这就是一般男性的典范啊 大家 大家 请以广志为人生目标 还有胡渣很硬 但是胡渣很硬就算缺点吗 胡渣很硬不是体质问题吗 哦对脚抽也是体质问题 好吧 对他也是一个好爸爸 呃 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虽然现在是没有面对这个什么 男朋友脚抽的问题 但是我爸脚抽 我还是爱他 虽然他除了脚抽还有很多缺点 但我还是爱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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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不哭 这种事要承认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 我还是爱他 哈哈哈哈 有用脚抽去换老 有钱跟老婆挺划算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没有换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错 他是我爸爸 背对你讲 看看夕阳 等我一下啊 等我回一看顺其 等我回来 不是面包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來了 現在齊玉縣春月部一戶建的大概不到三千 你以為三千萬很小嗎 三千萬 不到三千萬了 三千萬也是需要努力上一輩子了吧 很小嗎 我知道你是說論房價來說 的確是大有更貴的債 但我很抱歉我真的買不起 我真的不行啊 以日本新手來說蠻小的 對台幣來說蠻小的 三千萬日幣換算台幣 現在大概是651萬 但是應該是頭期 它是全額651萬台幣嗎 651萬台幣 差不多700萬的話 全額 我還是要努力一輩子 700萬還是太努力一輩子吧 你看喔 如果今天算一個正常的上班族 月薪三萬已經算非常極限了 然後更不用說一般像這種 我們這種剛出社會最高最高頂多 兩萬八吧 我就說雖然沒什麼才能 然後剛入社會 兩萬八這樣子 不吃不喝 700萬 好不好跟大家說一下 700萬 不吃不喝 每月 三萬太低了吧 三萬 三萬已經是我夢寐以求的薪水 真的嗎 三萬已經是我 很希望能夠達到的薪水了 那 那不然 對好不然我先算三萬好了 三萬是我的夢想薪水 然後三萬 是不是太爛了這個夢想 三萬 算起來的話 總共要233個月 好慘喔 台灣薪資平均五萬多啊 人生啊 短短幾個秋 兩百下四個月 兩百下四個月除以十二 你要不吃不喝二十年 要不吃不喝喔 然後我們勉強 算勤儉持假持喝 你大概四十到五十年 可以買一個奇遇線的房子 怎麼樣 越算越慘 不會啊 欸如果 如果是 五萬日新 五萬 不是日新啊 要說 五萬月新的話 輕鬆很多啊 是不是各位 越講越傷心 我跟郭董平分 我也是富翁啊 廢話啊 台南現在很貴啊 還是去床上做 對啊 床上什麼都有 什麼夢都有 你要多大的 獨棟 後面有豪華大泳池 還有那個SPA 還有什麼 健身房 有啦 十萬月新的話 如果這個人有省吃減用的話 在奇遇線可以買房子 在台北可能不行 但是奇遇線應該可以 好吧 奇遇線可以 在台北買一間 流動廁所肯定夠 流動廁所就可以喔 原豪竹的家 哈哈哈哈 你說 不一樣嗎 有 你說有健身房 然後又有那個 餐廳 可以吃飯 然後又有 泳池 沒有 流動就沒有地啦 看到捷運站旁邊了嗎 那快去喔 免費喔 但你也沒有所有權 沒有所有權吧 覺得紙箱好冷喔 外面變天了嗎 你有那個嗎 你有頂家嗎 你有家蓋嗎 你的紙箱上有家蓋嗎 買露營車 不是之前就有人嗎 就是賣掉房子買露營車之類的 刺詐風雲裡面那個就是啊 可有人買的就是一台露營車 而且露營車其實也不便宜 車站旁的屋簷其實也不用錢 對 美國那種 露營車 貨櫃屋好像很多喔 日本有在違法租給人家對不對 有關於是傻的 我住 我住安息 那個貨櫃屋肯定是違法的吧 因為貨櫃屋是租給大家放東西的 但是 因為很多 就是 不得不說 就是在哪裡都是這樣的 就是 薪資價 薪資差別太多 就是太高太低差太多 然後就有人會選擇租在貨櫃 這是之前哪一部日劇披露的就是日本的現況 啊 啊 新野先生 新野先生 人生勝利主 新野先生 第一是你的貨櫃 貨櫃屋合法 貨櫃屋一直都合法 租借也合法 但是租了不可以給人住 所以很多貨櫃屋是 就是租借只能放東西的 但是就是還是會有人 住 畢竟 這都是要錢 嗯 華山草地 生活技能比 暗色好太多了吧 離劇場贏就進了 喔 離劇場進就贏了 是怎麼辦 腦子呢 哈哈哈 新野本身就是一個超現實 沒錯 新野就是一個 過分的人生勝利主 頂樓加蓋鐵皮屋跟貨櫃屋 其實沒有差多少 對啊 所以呢 所以就是呢 希望大家還是能夠 希望 未來能夠買得起房子 啊 但是我覺得年輕人夢想 如果是買房子的話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出社會集 集開始悲債耶 對吧 就有 大家可以先 出社會可以先 放輕鬆一兩年 再開始 背這個 生而為人的壓力 哈哈哈 先躺著 先躺著一兩年好不好 只能一兩年了 一出生就在負債 這個夢想好遠喔 我們先想想出的禮物就好 哈哈哈 呃台北 台北的房子家 這真的太貴了 畢竟是夢想吧 就是拿來夢的 哈哈 動詞對了 動詞對了 但是台北的台北房子家 真的過過貴 我想想我家還有什麼可以吃的 好像有辣的 但是 我只要有辣的 蛤 在哪裡啊 有辣的 有辣的 欸有辣的耶 有辣的耶 登登登 魔衣掌沒有剩很久了 這個 我是可以吃這個 吃這個的嗎 這是不是太 太太那個啦 真的太猖狂了 這個好吃超好吃的 啊 我們之前去幫劉曉晴 慶生 然後我就特別買了這兩包 一包丟給陳詩亞 然後一包我就抱在手上 然後陳詩亞就跟我一人抱一包 我是為了愛吃辣的陳詩亞 多買了一包 好 這個超好吃的 謝謝小薰 劉曉晴是壽星啊 他在忙著招呼課了 我們閉上眼睛 學著 天上的星星 也許你會笑笑就 一場又無心 欸不是 是劉曉晴的生日禮物 飄洋過海太久了 那你這樣子過海關很久 有有有有有 我有買小美冰淇淋給大家吃 可是大家不捧場 還有 因為那時候在讓你動起來 你知道潘子儀多誇張嗎 潘子儀吃了幾口這個之後 然後在旁邊給我做了好幾下養我起座 然後我就 你在幹嘛潘子儀 他真的 很努力 他為了吃這個 當場就在消耗他的卡路 所以他們贏了 一杯苦瓜芝麻算什麼 他真的很難喝 他就是打扮我們的 這真的很難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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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得很好 但我今天不能吃太多 我就只吃一點點 沒有加緊 好讚喔 要感謝沒有拍到很多好的整包了 哈哈哈哈 一點點沒有啦 我吃這樣就好了 我只是要衝雞而已 謝謝 小獅子 謝謝枕頭送的小獅子 我想他了 好久沒見到小獅子 我還有跟小獅子拍的照片 想說要發 可是 因為都戴著口罩 我想小獅子了 他好可愛喔 不是不是 事情是這樣 因為就是呢 我們有成員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解釋過 反正就是 他那邊撿到了一隻很小很小的小奶貓 然後那隻小奶貓呢 才三四周大而已 所以 那就暫時的先交給 就是成員們照顧 然後他就被命名為小獅子 因為他長得很像 小小的小獅子 然後但是就是毛迷馬很小隻啊 才四周圍真的好小 才這樣才這樣 就是一隻手長大而已 一隻手長就可以抓起來的那樣 喔對 那還有解釋是他爸爸撿到 嗯 現在在誰呢呢 等他安定了他的所居 再看看 有沒有要跟大家分享 嗯 如果沒有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那我也不會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總之大家不用太好奇 小獅子現在在哪裡 但我只希望我可以多見到小獅子 哈哈 對啊我有看到一隻小鳥 但是我覺得太厲害了 這根本是動物園啊 哈哈哈哈 你怎麼都撿不到 欸可是小奶貓很常撿到吧 老大還 就是我朋友 我朋友也是撿到了一窩 就兩隻 但我也撿不到小奶貓 我如果撿到的話 我就 我會相信的是緣分 就是如果真的有撿到貓的機會的話 我們家 我們家 問就是不行 好的 我要 我想就是上廁所 所以我應該要讓 最浪漫的事 看看是嗎 喔 我們來聽環球樂園 然後讓 是要讓羽魚來唱什麼 羽魚 好讓骷髏我來唱 好嗎 骷髏 骷髏躺著 羽魚成為他的 你就要成為他的 舞台吧 再操控的小孩 不要再操把蛋 語氣大聲呼喚 唱起我們說拜拜 音樂 情еров 揚揚揚都要慢 白腦 憂愁都與我無關 真是我們敵無單 散發美麗就只帶 讓海水輕輕飄來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給我全部的愛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 跟著我 緊緊搖擺 忍著我 未來傷懷 忍著我 滿頭光彩 照亮天空地板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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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緊搖擺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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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緊搖擺 就模糊過雲環 拐到地獄的月亮 歡迎柔樑的小孩 不要在你旁白難 一起大聲呼喚 對啊 魚魚是漆漆挖出來的 因為清光 癢癢都浪漫 我發現骷髏龍這打光之後挺白的耶 很好 很好 牙齊有沒有問題啊 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魚魚還不想挑戰 不想露一首 牠要留一下 有 牠們看過 牠們已經看過蝦主播了 進歌樂舞台 魚魚還在學啊 魚魚還在學 貓在你頭上 你錄不到 誰說了 誰 啊 牠錄到了 牠在嚕貓啊 一言不合就嚕貓 有看到嗎 剛剛那就是 剛剛那就是魚魚跟骷髏龍跳的嚕貓 牠們在跳鱸毛 牠們在跳鱸毛 無公無懼 鱸毛 無根無懼 鱸毛 鱸毛 現在在宣傳 這比較像美牙傳小新的頭 跳的挺好的吧 跳的挺好的吧 待會應該要把線動這個拍下來 無根無懼 鱸毛 哇 又是莫斯科 莫斯科沒有眼淚啊 毛聲好難 毛聲不難 不難 被嚕一下就沒事了呀 被嚕一下就沒事了 差不多要念版了對吧 我想想還有什麼要說的 謝謝天靈的 凱迪璇的101 莫斯科沒有眼淚 牠是來被 對 牠是來觀察地球的人 但是總是要近距離觀察一下吧 嗯 接下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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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張3.5 我總覺得不敢 因為我好像要說什麼 但也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 因為 沒有 我沒有看出我什麼要講 唉唷 自然員工人 極速浪漫旅 刺炸風雲 我們來刺炸風雲一下 刺炸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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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到 刺炸風雲 來聽一下柯友仁唱歌 季靈之後 所以我要說什麼 對啊 我就是發現我好像沒有要說什麼 哦好啊 原本要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好像也不是這個 到底要幹 我看看我們家的痴子 最近還有什麼會跟分享 好像也不是啊 對啊 唉唷 不要動死 熊霸天下 轉身者也有被欺負了吧 外星 外星貓轉身者 轉身者 轉身者什麼 賣票賣完了 最近行程也講好了 還有什麼 對好像沒有了 還是我最近幹了什麼事情可以分享啊 這以上你會講好了 然後珍珠美人魚 哦 欸 對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去 珍珠美人魚展裡面 什麼都沒有買的走出來了 什麼都沒有買的走出來了 刮胡刀 什麼刮胡刀 珍珠美人魚展的刮胡刀嗎 哈哈 我上次也講過了 那 我還有講什麼嗎 最近還 還幹什麼 抓住那隻手了 但還是恭喜 好像講過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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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劈的那隻 才不是刮胡刀 欸我真的是太神奇了 下面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只要再把它買回來 你就會變身啦 買不得 買不得 但是呢 沒有 事情是這樣 就是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很喜歡珍珠美人魚 所以 我本來就不會買 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盤到的東西 有啦 唯一有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是那個 金屬徽章 可是 金屬徽章只做了 露雅的 啊我不喜歡露雅 所以 沒有東西可以買了 是不是 我去被吃的挺好吧 所以之前是麵包買給你說麥克風嗎 你說 珍珠美人的麥克風嗎 恩 謝謝新疆的購買氣球 哇 謝謝新疆 但是我不會唱蠟米小新的主題曲 謝謝新疆 阿姨 嗯 我的印象中應該是 爸爸 啦 應該是爸爸 新疆 不過穿了凱蒂軒的101 登 登登登登登 欸我想我問大家有個問題喔 就是 有人還對環球影城熟嗎 環球影城版阿貝野大廈的那個 VIP套票是不是現在沒買了呀 看我來到一個島 太久開腳步列島 沒有 基本上我爸其實沒有搞清楚過我喜歡什麼 恩 就 對 對 就我喜歡珍珠美人的歌 但從來沒有喜歡珍珠美人這部作品 對嗎 我跟你說就是 我有看到那個VIP手環套票是可以提早錄圓 我現在就是都在看 欸那是什麼 我現在在看珍珠美人跟 哎呀 這是 小蟲嗎 它居然在我的 居然在我的飾品櫃裡耶 好等我一下喔 我殺蟲 就是呢 我就在想阿 哪裡便宜哪裡去 還在 參考有什麼 天吶 這種蛋不是蟑螂蛋嗎 可是我家 目前沒有看過蟑螂 小蟲想當爸爸 沒有 它看起來像 一顆紅豆那是蟑螂蛋吧 可是我家沒有蟑螂 還是只是我沒有看過耶 好害怕 太令人害怕 哈利去過了 哈利去過了 但是我想要去那個 就算迴戰的區 跟 2022有新開那個 寫寫一三句的 紅福氣包 粉色帶你去 紅福氣包 紅色的福氣包 紅色的福氣包是不是 那個 那個 欸 任天堂 任天堂區 對對對 瑪莉歐任天堂 就是那裡 就是那裡 對 有可能說我沒看過而已 它會給你提早10分鐘進去賣店 也可以不用一早去排第一波 對啊 但是它會讓我直接進去嗎 就是如果買那個VIP的手環的話 它會 就是你看完店沒有要買的 它就會直接開放進去對不對 反正就是我現在在糾結 要去東京還是大阪哪個比較好呢 還是真的要殺一波 就是 九州 但北海道應該是不可能了 我其實沒有特別特別想去北海道 直接通過店 那 那 請問迪士尼大家有推薦 如果要買快速通關的話 要買什麼嗎 不知道各位現在有沒有 正在做這個旅遊的功課呢 現在 畢竟現在 只一說要0加7之後 好興奮啊 好興奮 去大阪就去環球看看 先裝睡 這感覺該不會是要再舉家大小去了吧 我快要全日本都講一遍了 啊可是事情是這樣 就是我就 台灣沒有這麼大型的那種遊樂園 啊我就只想衝遊樂園 迪士尼不買快速通關會排死吧 大阪濃度8的沾麵 我不喜歡沾麵 人家回家 哭啊哭啊哭啊哭 全日本 全日本大型的 大型的那個只有這兩個嗎 應該不只吧 大型的遊樂園也不只這兩個而已吧 但是 再晚一點去 就要爆滿人了耶 大家現在一定都往十里在訂機票跟那個飯店 最有名的就是這兩個 那請問還有什麼去過然後非常推薦的嗎 或者是推薦的行程 還是我跟妳說 就我媽跟我講說呢 這次如果我想去日本的話呢 行程呢就需要我來出一點主意 那不如這樣子吧 這應該算亂用之前 大家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啊 KKLOOK我已經問了 然後他就說 現在那邊官方是沒有給資訊 短期內會上架 這一個套票 那我不知道是官方沒賣 還是就是台灣沒賣 銀山溫泉 十二月去 好像可以耶 就是我們放溫泉 叫麵媽麵爸去富士集好嗎 富士集 欸富士集我們是不是去過啊 我看看 富士集 白海盜吃螃蟹 還記得啊 當初我們就是去富士山的附近那個時候 然後有一個行程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羹團 然後就有一個行程在吃螃蟹 然後結果有一個姐姐吃到第二天啊 就進醫院了 富士集感覺不行 富士集感覺好可怕喔 尖叫戲 冬天一定要去白海盜滑雪 其實我也還蠻想滑雪的耶 但我覺得我一定會摔倒 吃到過敏 對啊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六蛋宣傳會不會有我的事啦 我去過這麼多次日本 下雪的銀山溫泉真的印象很深 我跟妳說我去過這麼多次日本啊 下雪的時候我都睡著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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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設施 冰松吃鰻魚飯 蛤 鰻魚飯 嗯 我還好 我覺得鰻魚很油 所以我沒有特別愛鰻魚飯 京都啊 因為我已經去到京都了 我前幾天在那個 跟大家分享的那個影片 照片們 就是以前 2019年的時候去大阪京都的那一次 不愧是賠錢貨 好 浪費 還好啦 銀山溫泉你睡不著的 我來看一下銀山溫泉 蕎麥麵 麻煩紐特推薦一下好吃蕎麥麵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機會 跟我推薦一下好吃的蕎麥麵 第一次去日本在飯店 還遇到暴風雪 超恐怖的吧 那第二天怎麼出門啊 冬家 銀山溫泉 大鑽浪漫 冬天 那如果是10月11月的話 會不會太... 一定要12月吧 銀山溫泉 但是這本是不是比台灣早冷啊 太早了 唉 大正浪漫 雪之國度 哇 超強的 這是什麼動漫畫面吧 這是畫出來的嗎 很醜耶 超漂亮的耶 看起來很像那種銀魂 還是什麼神隱少女 等一下 銀山溫泉上演神隱少女 感受大正時代的浪漫 在橋上的單位是五臉男吧 這是五臉男 這是橋 然後這邊就是湯屋啊 神隱少女的魔法 就在銀山溫泉是不是 好 要不要考慮一下呢 話說會不會想去一些不一樣的青森 就還好 因為太久沒去日本了 想先去找懷念的地方 有動腦的啊 接著 可以考慮直接住能登屋了 直接銀魂一波好不好 銀山基本都要早點訂啊 現在就要訂了 12月才能 現在第12月才能泡到是不是 是照其中一間畫的 好讚喔 等一下 剛剛東家 東家橋外面 咚 咚咚咚咚牆 咚咚咚牆 對不起不要理我 一口橋外面 這就是你那個 我覺得我是不會去挑戰吃那個啦 大胃王 這個很厲害耶 好酷喔 好 如果有機會有排到行程在這附近的話 挑戰白碗大胃王的一口麵 好讚喔 萬古ソーパ 沒吃 我不要挑戰 沒吃一百碗不走回來 一百碗一百口還是有點多耶 再怎麼樣一碗 橋外面也不會吃到一百口啊 10月我覺得你不會去啦 11月已經可以看楓葉了吧 變色龍丸塔 去吧 去吧 可以連附近其他的點 藏王樹冰 藏王樹冰 藏王樹冰之類的 還念的橋外面墊 我可能已經找不到 而且是在東京 如果要選東京的話 看來我下個月去對方 不會我跟你說 這10月第一波就衝了好不好 我也心動 10月第一波就衝啊 誰不想 看我去那邊 五花大榜 Royce 兩三合回來 一口橋外面在岩手 聽說用雪夫咧 誰告訴你的呀 該不會是林玉銘跟蔡恩吧 其實沒有想像這麼難 紀錄是520萬 你很純粹 你只是想告白吧 Royce台灣買不行 差超多的 Royce台灣買是四倍的 現在 就是最便宜也只能買到一盒四百塊 然後 在日本買起來的話 兩百塊台幣不到喔 11月去東京看銀杏跟購物吧 因為我對銀杏沒有特別嚮往 但是聽說很漂亮 我到現在這個落雨風都還沒看到過耶 然後我看一下 一口的蕎麥麵 去京都一日五大社 我又想說要去神社 但是我目前為止最印象深刻 最漂亮我最喜歡的神社還是花園神社 而且只是誤打誤掌 哇好恐怖喔 我看到一個很恐怖的事件 大家發現了嗎 是不是 是不是看起來有一點點可怕啊 大家有看到我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超恐怖的呀 要怎麼樣 啊沒了被我打掉了 要怎麼樣讓它偵測到 然後會變大 新宿的花園神社 對 因為我之前只是住在 就是住東京都嘛 然後就是找附近 飯店附近的神社 然後就走了十幾分鐘 快二十分鐘到花園 然後就發現 因為花園神社 雖然說已經算是觀光神社了 但它很小 而且我去的那天是平日 然後那天就是有上班族在 那因為一竅不通日文 完全沒有辦法 就不會說 我連講 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站在那裡站很久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 好像就是 陸陸續續有很多日本上班族 跟學生經過在參拜 然後後來就是一個 日本的學生幫我說 說 喔我要 就是它應該是要買東西 然後就幫我請 那個神社的巫女過來 就是 因為本來是那邊沒有人 然後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花園神社在曲公所旁邊 吉普利美術館 應該沒去過耶 我看一下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喜歡吉普利啊 其實我現在也沒有那麼喜歡吉普利 只是剛剛好看完就是 沒有我沒有去過三陰 我居然沒有去過三陰耶 東京三陰之森吉普利美術館 這可以是一個未來的 未來如果去東京 的一個好去處 遇到好人耶 他們應該英文都能通喔 Sorry 我的English不能通喔 是我的問題 不是他們的問題 不是他們的問題 是我英文不能通喔 你的名字的神社 上次日本問路 結果那個日本人居然給我回日中文 他聽得出來 你就聽起來就不是本地人 吉普利美術館也是要早訂票的 那就去東京吉普利 然後更看紅葉三陰藥妝 好趕快拍下來 我現在就在照抄大家的所有行程 那我握手的時候落英文 你可能都答不回來了 你就只是會失去跟我對話的機會 我還很努力的 很熱情的 假裝有聽懂你的英文 西蘇很多都會講中文 因為在早稻田 喔早稻田 早稻田那邊很多很多 台灣的交換學生 超級 我上次請台灣遊客幫我拍照 結果還被問 你的中文怎麼這麼好 你哪裡看起來像本地人啦 但你當時線上談話會 跟我揚言英文也可以啊 你可以跟我講英文啊 就我可以笑笑的回答你而已啊 講英文你會笑 笑到你心裡心裡發寒 你那個心裡心裡是什麼 結巴跳針 我們念榜了 來吧 今天的 今天的第15名 今天的第15名是 謝謝 哇沙米 謝謝哇沙米紅茶 怎麼辦 講到哇沙米又有點想吃壽司 我最近怎麼這麼著迷壽司啊 今天的第14名 嘿嘿 最喜歡你啦 彩色是彩色勾勾 像當初在看直播不說話 丟個禮物就被發現 已經更過了12場 到現在的100場 好感動 100場的話 我這樣每個月頂多播 8場 而且有時候因為很忙 可能播到8場 所以你要到100的話 這樣已經是跟多久了呀 攝影錄坑到現在 滿一年 滿一年了吧 好像滿一年了 超過一點點 每天都去蹭一下面的分離體 哈 那想要不要蹭有空的時候 在那邊宣傳 可是好麻煩 高雄演出會來的嗎 啊 我不知道 一年多以上 一週兩次左右 對啊 但是因為 這一年開始 不是那麼固定 因為工作的時間會 有點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你379 你說你錄坑379天嗎 不是 你是說 你那個 跟播379的 噢 天啊 這個好恐怖喔 379場 沒有斷過耶 我掉工了 然而我斷了還不知道 一定是上一次 因為上一次 麵媽打電話過來 哈哈 啊 沒有啦 欸 你跟12場 那應該不是喔 那應該不是 不是麵媽的問題 感覺 好啊 小易怎麼會突然 我插了一場 378 等一下 玉安跟楊熊應該是 玉安先入肯的 因為 玉安更早就來現場了 楊熊其實 應該說算蠻後面的 是不是 是不是 2019 但是 應該沒有人 對我2019發過的 限動有印象 抱歉 我累個死後後 也是發了很多呀 那沒有啦 因為那個時候 19年的審核 非常非常嚴 如果 沒有太重要的文案 是沒有辦法發文的 所以 那時候也不太發限動 因為通常 限動 要發出去 已經是一個禮拜以後了 那個限動 就是 我有那個啊 我有發 以前 我之前2019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我應該有發過 400多的菜勾勾 對啊 小易你看 如果你那400多的還在的話 你現在就可以順耀一波了耶 龍貓旁邊的 我只確定龍貓我有發過 不知道神色參拜 我有沒有發過 今天的 第十數名是 一位神秘男性 攝影啊 我也希望 有機會被拍到高雄 希望我有機會去高雄了 我目前有去高雄表演的 只有大港而已 之前本來一度要有的前餐會 我們不說了 希望之後會有 謝謝攝影 期待 有機會 去 分靈體 旁邊 跟大家見店面 哈哈哈哈 今天的第十三名 一位神秘男性 欸我上次都沒有說 就是 那個貝樂爺 貝樂爺 你的頭貼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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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秋的耶 那個頭貼 他看起來 他的臉真的有點鄙視啊 我被 我被別人家的毛咪鄙視了 謝謝貝樂爺 我 我 唉 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欸其實我發現 我也不是完全沒有貓圓啊 對吧 真的嚴格來說 毛咪也都會讓我抱抱啊 所以 我希望有朝一日 真的會有一隻毛咪主動來黏我 我跟你講 我一定二話不說 就直接把你帶回家 哈哈哈哈 我把你帶回家 記得你 不要他出現了 好恐怖喔 其實這個蠻恐怖的 記得2019有發咖啡廳 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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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咖啡廳啊 有 我有任養一隻喊喵喔 今天的 第 第十三名 欸不對 第十 我跳針 第十二名 喔 因為攝影剛剛衝上來了是不是 十五是WASABI 十四是貝樂爺 也十三是攝影 欸沒有啊 這是同分啊 同分同真耶 今天的第十二名 哎呀妹妹直播辛苦了 後來那個夢 還沒上台拍照我就醒來了 當然就是告訴你 你還是要來現場吧 所以沒有照片啦 啊跟你說 捷運搭過頭時間 是因為我實習結束很累 想睡覺 然後就想說跨到總站 我就想說睡一下 結果驚醒過來後 就已經要往另外一個方向開了 我跟你說 這種事情超級常發生的 但我沒有做到尾巴 就是我之前 因為在上課 然後要坐去公司太累了 然後我非常經常 人快要到南港展覽館 呵呵呵 我通常 大概到 後三皮嗎 左右 就會醒來了 但我有一次就真的很嚴重 我過了後三皮才發現 然後大家還有 有一次我直播遲到半個小時 是因為我坐車回基隆 然後結果我 我過站還是 就我睡過頭 然後發現 睡過頭醒來才發現 這個車沒有指示 就是不是只停在基隆 早就已經過了 我那時候人好像已經到瑞芳 更後面一點了 真是嚇得我 在車上開始爆哭 哈哈哈哈 我不是要往心插嗎 呵 喔 我知道 我幫你填 我不是要往心埔的方向嗎 怎麼 欸 不對耶 插山 心埔跟南港展覽館 那不是心埔耶 所以應該是 要往 向山 心是哪邊啊 向山不是對淡水嗎 所以不是紅線 也不是藍線 我就趕快下車了 去對面搭心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心 心 綠色喔 喔 好吧 我熟的就只有紅色跟藍色線 綠色沒有背 綠色熟的不要 不要偏那個生活重心區 你這個 你這樣只能做直達的吧 唉呦 不是啊 因為正常來說基隆有很多都是 就是基隆這個位置不是很多末班了嗎 我本來要常搭的是 呃 那個藍色不用說嘛 然後藍色然後咖啡色跟 咖啡色跟紅色吧 綠色偶爾轉成會用到 好的 好的 知識念吧 謝謝博城的那個捷運奇遇記 耶 啊 那個流星 我們是不看浪私訊的喔 就是浪的私訊是不會看的 然後基本也不會看 就是不會看到 所以浪的私訊其實這三年來 應該 欸 有人會看嗎 我們是不太會看浪私訊應該 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浪的私訊是完全看不到的 好的 對啊 我覺得好像應該是沒有吧 因為我們沒有在看浪私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真的不會看浪私訊 因為 對 我們基本上浪Live只負責直播而已 好的呢 那 沒在看的 嗯 我是從來沒有去挖過那一段 那個浪私訊的東西 好的 謝謝我們的博城捷運奇遇記 今天的 第 第十一名是 來不及打了 你好可愛 看你我很高興 很高 看你我很高興 好喔 這樣 貴 哇 貴的好貴的廟 貴的呱呱叫 謝謝我們異生訊 好那我設定一下 那我去關掉一下 就是要設定陌生人不能傳送訊息 好的 那我待會去看看 在設定區吧 今天的 第 第 第十名 今天的第十名是 CKU M Quay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MK大大 謝謝 喔對啦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想到了 雖然也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反正就是我在家裡 因為有這樣子有MOD嘛 我就想說 把可以看的動畫有興趣的都看完了 我前幾天看完了那個 Honeyworks的 Lip Leap的 那個 那個 電影版 有點微妙 呵呵 就是我原本 Lip Leap蠻打中我的 因為我很 我蠻喜歡Honeyworks的故事線 但是Lip Leap有點 牽強 有一點牽強 牽強 牽強 牽強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就是 我覺得相較Mona的 成為偶像的這個宣言感 這個Lip Leap 變成偶像的那個 感覺 有點 微妙 有點 有點站不住腳 而且有點 老實說 因為我喜歡 我是Romeo 我Romeo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聽 Lip Leap的歌了 就是我覺得他們 唱歌很好聽 然後 MV本來也就弄得很好 但本來這就是 Honeyworks的強項 可是電影版看完之後 在我心中直接 焦熄了那個火焰 我直接 冷掉 看完之後很沒Feel欸 怎麼辦啊 我有問題嗎 但是 我有同學 非常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Lip Leap 然後之前就是 他還有找代購 在買周邊 就問我要不要 但是我就沒買 我直接 直接冷掉欸 就是 因為 Lip Leap他們就是 兩個素人 然後也是 參加了偶像徵選 然後被選中之後 成為了 這個Partner 就是變成了 雙人團體出道 但是他們兩個都不是 因為想成為偶像 而來徵選的 當然就是有 各自的家庭原因 也有自己 懷抱著別人的夢想 但是就是 好啦 可能就 電影太 太機了 電影 把他們兩個搞得太有愛了 我的天啊 對 面心好難捉摸 跟朋友一起 不不不不不不不 他也不是跟朋友一起 但他不是那種 love love的走向 然後也不是 也不是 朋友翻 就 很 很 微妙 超級微妙 好 看完之後就好 好像 果然還是比較喜歡 Mona 呵呵 但是 怎麼說呢 難得Honeyworks 有故事 我不能接受的耶 不然之前那個 最一開始的故事 我也都還蠻愛的 對 反正 離譜離譜沒中 好 心涼了一半 我那時候抱持著 滿懷期待看 難受 就只能說胃口不到 好 所以MK也有在追嗎 今天的第九名 你們直播誰快樂 好喜歡今天發的那一組 珍珠美人宇宙 滿滿的童年回憶 希望能一直保持身體健康 期待未來的見面 而且我跟你說 我要跟你分享 就是我後來發現 就是我去完展覽之後 我想起來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播音了 事情是這樣 就是播音呢 有一張圖 然後展覽這次 我把它做成立牌 它就是 它是波浪的頭髮 然後往上 然後上面全部都是頭髮 然後就是播音是一個 尾巴翹起來 然後往下的動作 然後頭髮是整個飄散起來 我小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把播音畫這麼漂亮 太愛了 然後後來就是 逐漸一邊看卡通 我才就是真的喜歡上播音 而且事實證明最後呢 播音的眼光 我也是覺得非常OK的 小組讚啦 海月老師也讚啦 會鋼琴很加分耶 但 就反正它那個前期 跟海月老師的那個 愛恨交織也是挺微妙 就是 播音就很純粹的是花痴 然後它後面跟小組 才真的有在談戀愛的感覺 但是再怎麼說呢 都沒有 幽莉跟小波的愛淒美 太喜歡小波了 好可愛喔 但我最喜歡的粉配是阿拉拉 因為她唱歌很可愛 而且阿拉拉很可憐耶 阿拉拉從頭到尾就出現了那幾集而已 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還給她一首歌耶 然後結果就不給她戲份了 唉 太慘 太慘 喔對 就是 露雅跟海斗都不多菜 嚴格來說 凱特可能還比較是我的菜 今天的第九名謝謝新疆 耶 今天的第八名 今天的第八名就是 期待下次見哪 老闆 育安 恭喜你今天已經跟播 早就超過好幾年了 對 原本逼強迫你來分meeting 最後也沒有成功分meeting 怎麼辦呢 我們下次會努力的 好不好 接下來多了這麼多準備時間 下次fame meeting一定很精彩絕倫 好吧 謝謝育安 今天有第七名 好 一到時間沒見面了 愛意大意 愛意大意 超愛意大意 正能量嚴重不足 生活有點鬱悶 但 我會努力撐過去的 希望便演藝能一直開開心心 有最近非常開開心心 我最近 尤其是其實我超級開心 可以接到浪K歌的 就是我有說嘛 我真的很喜歡唱歌 難得有這個機會 希望 OK 好好表現 因為呢 就是因為接到浪K歌嘛 所以最近的生活呢 就是 我很努力的在 好好的練歌 終於可以唱了 請問 貝樂爺 你說沒搶到票 你是沒有搶到生日會的票嗎 貝樂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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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不要緊張 你們沒搶到生日會 那歡迎私訊IG SOBAN FAN 底線 AMPPPDA TNTP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嗎 就是 剛剛 有人說 可以私訊IG粉專 不是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私訊我沒有用 私訊我可能沒有用啊 就是 如果 如果有 如果有想要10月29號 來看我跟吳祺慧的話 說不定有這個機會 到時候遇到有人浪票 歡迎洽詢SOBAN FAN 欸多了一個N 對不起 我是SOBA 不是SOBAN 啊哈哈 SOBA FAN 然後底線 AKB48的TNTP 啊可是 因為其實每一次 剛賣完的話 都還是會有人可能多搶 然後他就有幾張沒有付款之類的 所以其實 對對對就是有這種狀況 多買還沒付錢 所以就是有試票的可能性 那你還是洽詢一下 喔 來來來出現了 多買一張還沒付錢 所以呢 其實我們目前並沒有140位粉絲會到場 有很多沒有付錢的粉絲 呵呵呵呵 都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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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會試出的 你看有看到嗎 剛剛黑流星說想買的 有沒有 然後有貝勒也想買的 來來來來 剛剛那個點兒 點兒有沒有搶到票啊 大家看到了嗎 沒有錢也在這 還 欸來來來出現了第三位 還沒付到 呵呵呵 會有人沒結帳 然後有人會一張訂單買兩場 最後被姐姐取消 呵呵 不是 都是 沒錯 多買都是為了這裡沒有買到的各位 用心良苦 非常感謝 果然今天的醬油也是非常非常的和平共處 充滿愛 呵呵呵 呵呵 讓我們 互道一聲晚安 好的 呵呵呵 我繼續 今天的 第 第 啊 謝謝今天的第七名 掌頭 哇 掌頭加油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偶像的初衷就是正能量 因為我就是看完了那個 三起生的 就是 生起生進來之後的那個影片 然後不是就有妹妹們說 就是我一定會努力 沙發自己的正能量給大家了 沒錯 這就是初衷啊 初衷 正能量 雖然人 難免會有負能量的俗後 但是沒有關係 你要從生活小小的地方 找到每一天的樂趣 對 人家初衷 我也初衷 好不好 我的初衷 他初衷 我的初衷 謝謝大家 從小小的樂趣 都可以變成大大的開心 我就是專門分享這些小小的樂趣 出現的正能量精靈 好對不起 不要理我 我是正能量精靈 沒有 我的初衷 人家就在初衷吧 我初衷的初衷了吧 大大的開心 這是一種 正能量的感覺 滿滿的正能量 今早起床 欸 擁抱太陽 沒有 好的 我要繼續念旁了 我的正能量精靈 今天的第六名 今天的第六名 小說很難得 沒有腦洞大開的留言 小說去睡覺了 謝謝小說 明天上班也加油 這樣夠正能量嗎 謝謝小說 小說 哎呦 他感覺就上班都很忙 而且他超早起床的 小說 小說的那個早起 我可能要有一定的年紀 才會成為這樣子的人 好的 麵麵直播辛苦了 今天中午有搶掉生日會的票呢 今天當了一次薪水小偷 上班看直播 四周年演唱會會去的 但是說真的就是天靈 現在四周年演唱會還不確定會延期到什麼時候 我只希望可以盡快的 就是盡量快一點跟大家見到面 不然 拖太久難過欸 對吧 那個時候大家聽到握手會三月 是不是就已經覺得拖太久 4.5周年 我們當初三周年是不是也是3.5周年 基本上也是 薄草 你很棒 好啦 搶票 搶票你一直都不手軟的吧 對啊 我們三周年是3.5周年 依照慣例 4.5周年也是有可能的 結果一堆白愛跑出來 本來以為可以的時間 什麼意思叫本來以為可以的時間 大概是3.87周年了吧 我們3周年跟4周年是不是有一點點近啊 是喔 我爸說我們那時候去花園神社是因為我們太早去了耶 這9點才開始誤犯是不是 原來如此 是這樣子的嗎 我都沒搞懂了 為什麼會真的拖太久了 啊 網路坑剛好 欸但是我跟你說 他這一波很聰明 他就是要LUMOR一路 LUMOR希望LUMOR的心犯 路坑路坑路坑 路坑到明年2月底之前都還有機會 太聰明了 他就是希望一路網羅到明年 好不好 大家 是不是 遠大的夢想 大家都要跟我一起成為航海王 是不是 都是套路 我確定啊 應該是這樣子吧 不然還有什麼合理的解釋 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對啊 也要那時候還有上面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一次 不知道 老實說這次的不確定性太多了 就是包含對你們來說也是一個不確定性 例如這次的包裝不一樣 這次的價格不一樣 這次的時間不一樣 就是 一定是會有影響了吧 跟之前 跟之前就不一樣 跟之前就不一樣 是的吧 大家都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了 但總是 就是 總是有他的理由吧 是吧 今天的第 五名 感謝我們的 天靈 耶 謝謝 我們台灣的物價 有啦 又反應在我們 這次 很拼命的跳舞 有吧 這次MV其實還是不錯的吧 今天的第四名 麵麵直播辛苦了 回去收假了 結果最近好多活動 沒錯 我剛剛就提到 因為阿成 阿成早就去睡覺了 是吧 既然想要認識一家三騎生 我也不會阻止你呀 謝謝阿成 哇 不阻止阿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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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都去吧都去吧都去吧 都去吧都去吧 把尾攔不住你呀 是不是 好的 好的 今天的第三名 今天的第三名是 今天去買香水 工作室2.0很漂亮 欸 我比較喜歡1.0的樣子 岩繡跟小熊都要喜歡喔 感覺岩繡夠甜 你會愛 這幾天再跟你分享 好的 等你跟我分享 我有聽說岩繡很香 就是它的味道很甜 然後其中也是有香瓜 是不是 可是 我忘記岩繡跟小熊的內容物是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是覺得我沒有要買 所以我就沒有記 但是後來看到人家就是分享岩繡的心得 我就覺得 死定我感覺我會愛 高雄好願 感謝蘑菇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讓我去高雄玩 而且 我跟你們說 就是 因為這次在高雄 然後我就分享給朋友們 然後有些 有些朋友們就說 真的是太扯了 他們說 太扯了吧 這個好誇張喔 然後就有人跟我講說 我以為只有 就是我以為只有那個什麼 台北決定站看的到 太扯了吧 現在連南部都有 然後 非常感謝 就有人很快速的去彩點了 謝謝大家 好開心喔 太感謝了 怎麼了 太北決定站怎麼了 等等換東部是嗎 還是接下來離島 我接下來是 還有機會在哪裡看見 給我一點心理準備可以嗎 好開心喔 天哪 真的 太開心了 就是 真的沒有想到 然後我就回我的朋友們說 嗯 基本上呢 就 我咋的也沒想到 他比我還快去高雄了 我人都還沒到 我人都沒有去高雄 他就去了 但如果真的要彩點的話 我是不是得去高雄一趟 我要怎麼過去才好 和平到了吧 下次登星 噢好 燈香預計基隆火車站活字下面 好不好 分靈體先到了 對 我就跟他說我都還 我人都還沒到 我 而且我就先去高雄找朋友了 我之前就一直說 好啦 我一定會去找你啦 好啦 等我一下 我有空就去 然後我上一次 本來有空 要下去看他表演 然後我連高鐵票都 差點買好了 結果活動突然改期 就改到 我 我要去看他表演的那一天 最後就沒有下去高雄 啊 太冷搜了 下姑 我已經很久沒有去高雄了 好了 回歸初心基隆雨 我的初心在基隆雨嗎 我好像也沒到達過基隆雨喔 欸 基隆雨是不是有點難 那邊真的有廣告嗎 好的 今天的第三名 謝謝小安 等一下 不對不對不對 我就是詢問一下 那個香水是喜歡的味道才買 不是出什麼就買什麼 你應該知道吧 所以我是說 顏秀跟小熊好歹是一個組合 即使組合買起來比較便宜齁 啊如果你平常不會噴南香 你也不需要買 對不對 啊那個時候你也 嗯 雖然說重慶森林是別人的 但喔 都是旁邊的人要 那旁邊的人 要不要稍微克制一下啊 我懂了 旁邊的人叫你無論怎樣都買 是不是要克制一下啊朋友 真的不克制一下嗎 來麻煩幫我把鏡 我的那個螢幕轉到旁邊的人 那個啊我知道 香水真的很好買 我當初那筆也是不小心 就多買了一罐 但是我跟你說 香水真的是層出不窮 我入坑到現在 真的是他沒有停下來過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 照顧一下自己的荷包 真的是不能什麼都買 你知道嗎 我當初小美人魚就是 一時腦抽買了一瓶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噴過 我跟你說 真的不要亂買 真的是過來了 而且我那時候就跟曼蒂講說 我家已經有十幾瓶了 他就跟我講說你不要再買了 但我不聽他的勸 我還是買了 你有沒有打算接下來不買香水 就來握手啊 哈哈哈哈 有不要來握手啊 有沒有考慮啊 哈哈 握手券 每一張握手券的內容都不一樣喔 哈哈 對 我來講這句話 非常有感 畢竟我也還不是一個財富自由的人 哈哈哈哈 哇 不用買券真的是財富自由耶 是的呢 哈哈哈哈 少了券 少了生活壓力 哈哈 不買券馬上自由 不買握手 改買香水的話 香水富翁了吧 對 哈哈哈哈 對呢 畢竟香水 香水算起來了 一瓶其實也差不多 兩張快三張左右 所以 無法反駁 無法反駁 少了握手券 財富自由 哈哈哈哈 抱歉了大家 我也是罪魁禍首之一 我沒有資格說話 哈哈哈哈 我沒有資格說話 等喔 你要不要來參加10月29號的生日會 你已經買票了嗎 我跟你說你就算沒有買票的話 我剛剛已經抓到很多人都還沒有付款 待會會試票 你只要確定你10月29號當天有空的話 你就可以來看我囉 好 用誰要來看呢 你說我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 嗯 你喜歡的 果然都很會買 哈哈哈哈哈哈 對 距離財富自由 還有很 大一條路要走 業配之鬼 迅速查看行事率中 快點 12月29號 呃不是12月 10月29號 10月29號 喔 錦庸已經確定會來了是嗎 以刷 50ml1K的話 用香水洗個臉都沒有問題 不要說出這種 哈哈哈哈 這種 不知人間疾苦的話 哈哈 10月29啦 哈哈 10月29啦 唉唷 不小心把二往前移了 你也還沒參加過生日會 我會等你的 等你 用週一日可以出現在我們的活動上 紅碩你要加油 好 12月 12月可能 我也是受薪是嗎 12月我可能會在銀山吧 好的呢 欸 12月29 目前沒有成員嗎 12月29號 喔 好像沒有成員欸 呵呵呵呵 降了一個空的 12月主持了吧 主持了吧 對對對她考試 所以這一次12月是沒有子萱的狀況 12月29當天是沒有成員 呵呵呵 沒有 糟糕我有課 這次要pass了 喔 嗯 好吧 上課中央 沒有關係 嗯 嗯 不能跟教授談談嗎 哈哈哈哈 好啦 念榜念榜念榜 今天的第三名 謝謝小安 唉 花錢的六歲 花錢的六歲 靈性消費 靈性消費 呵呵呵 我也在告訴我自己 靈性消費 靈性消費 我發現話不能亂說欸 我開始一直講說 我要 我要省錢的話 就反而會亂買東西 就是不是 就跟要減肥是一樣的道理啊 再給我五分鐘 買張五條 呵呵 MV裡的你 欸我剛才說我剛才說 我 我 我前幾天 欸 啊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歐童勳說他買了好幾張五條物 哈哈 他明明是狗捲派的 但是他就說 因為 他去 他去買那個 甜心卡的時候呢 就幫忙 代購 哈哈哈哈 他就幫忙代購買了好幾張五條物 說 真假啊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自己走去麥當勞過 買來當股票 欸我跟妳講 大鵝狗到現在還是入股不虧耶 我前幾天看到有人 三張還是幾張 並在一起 然後賣一百多 就是 因為其他都還是原價嘛 只有鵝狗 我們的鵝狗先生呢 非常非常火紅 鵝狗先生呢 就才是要價不菲 甜心卡 可是五條物到現在缺貨了嗎 五條老叔 請那個 有請第一天就去搶購的富偉哥 請問五條老叔現在已經缺貨了嗎 其實我不知道欸 這次 我感覺他就不該 他應該要出那種熱門角色啊 他如果出五條出狗卷 然後還有誰 欸其實下游條是不是還好 下游條在台灣沒有很紅 但是我媽咪好像蠻喜歡下游結的聲音 他一直跟我說 下游結的聲音很好聽 然後 反正就有一個 他在看電影版的時候 就有一句 獨白的時候 他就說 喔這個是誰 這個誰聲音很好聽 我說 就剛剛那個 就剛剛那個 那我喜歡的是同一個人 對啊 應該要買 喔對應該要出五條物 一股優太 狗卷級 再一個 禮箱 我跟妳講 出禮箱我就會買 一定 出禮箱我保證會去買 我真的會把它放在我的錢包裡欸 蛤 虎張是誰啊 太壞了太壞了 你們知道前陣子那個嗎 就是 呃 呃 素挪的手指有出一卡通 最近終於出貨了 但是我覺得那真的很恐怖 我記得我好像上次有講過 反正就是 那個東西看起來真的很恐怖 它超級像什麼 什麼 什麼 嗯 以毒攻毒的平安服 非常恐怖 對真的 出七里箱 你是要七里箱還是雞屁股 素挪應該是出的是郭貼啊 今天的第二名 哎呀 MV裡的妳真是帥一波欸 看來可以同時掌握 甜美級帥氣於一身的只有妳了吧 有嗎 夠帥嗎 我也覺得 連我都自探不如啊 不會不會 那個富偉姐姐甜美的部分是妳贏了 好不好 詐騙 詐騙電話一直層出不窮 但是能讓我認真傾聽的並不多 等等等等等等 這個是不是上個禮拜的呀 富偉哥是不是沒改 這個上個禮拜我啊 它這個吉普利的商店是台灣的嗎 還是日本的 我記得在那個 呃 呃 欸 信義的那個是什麼 ETT Perfunk嗎 ETT Perfunk的B1 是不是就有一個吉普利的店 然後我還記得我當初 國中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同學很喜歡約在那裡 就我有一個同學很喜歡 龍貓跟大寶寶 然後 超級常跟他去那裡 真是光動都爛掉了 大家關了 我真的老了 我真的老了 怎麼會這樣 那家什麼時候關的 怎麼這麼突然 為何 雖然我也好像也沒有在那裡買過東西 今天的第二名 現在是我的婦文姊姊 嗨 天啊我在那邊的回憶 欸我以前好像還有跟那個龍貓公車拍照 但是 好像 沒有留照片 哈哈哈哈 沒有留照片的合照 我有放過嗎 高中 啊不對啦 是高中不是國中 是高中 高中我應該已經 可以幫我吃一下菜嗎 已經有在好好的 好好的 發 照片了才對 好好的 好好的 羊羊真的是太強大了 沒錯 剛剛真的是乾拉乾拉 被我切割了 我原本以為我會喝不完的 結果這水我喝好快 沒影響 沒影響 那我可能就沒法 因為我跟同學出去不會化妝 好好的 紅說100分 請問這是跟誰合唱的版本 聽到四菜就被切掉了 好了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是 喔 差一點就要跨夜了 要輸 今天的第一名就是 唉 我跟你說圓滾滾 終於來了 好不好 TP購物台金牌推銷員 這個平常就有在做 TP猜歌王 這也上過節目了 精通各種歌曲 行動點歌機 台語老歌也難不倒 雅恩有四十一老面之稱 這件事情 還沒有在其他節目出披露過 現在 就讓你看到 謝謝圓滾滾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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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晚上七點 看一下好不好 所謂什麼 行動點歌機 沙路 下班快樂 歡迎回來 期待一下這次的浪開歌 我 會 盡量 前一天 好好準備 好好準備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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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我而且 對 我剛剛原本想講早點睡 但是我想說 我還是不要亂講話好了 恩 謝謝你們喔 是的呢 晚安 沒關係 沙路 乖乖乖補檔就對了 哈哈 不可能 不可能 欸 好 你一定是守護甜心裡 那顆惡蛋 然後守護甜心裡 那些被污染的心靈之蛋 都會喊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感覺就是那一種 一生菌果然是惡蛋 太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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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要逼沙路 不要逼他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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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居然在52分順利的結束 太好了 沒有跨越就是太好了 哈哈哈 你的臉真的蠻黑的 晚安 晚安 啊我都半夜唱歌了 抱歉了 晚安 我們禮拜四先見 禮拜四喔 禮拜四要見喔 十九點喔 要看喔 浪K哥喔 知道 要看喔 都要看喔 要來喔 拜拜 晚安 晚安 投緣我一定會去 一定會去 沒錯精神喊話 熊壯 威武 優素 欸好像不是這個 拜拜 拜拜 他送 欸好像不是這個 拜拜